将军府里 丫鬟们正在逗小姐弯 赞叹小姐 长得真可爱 夫人觉得她和别人不一样 不哭不闹的 不是她和别人不一样 是因为 她本来就不是婴儿 她叫常小云 是一个26岁的女警 正要被领导提拔的时候 却因为车祸 穿越到这个女婴身上 小云难过得快要哭出来 自己不想 变成婴儿 随后忍不住大哭起来 夫人很兴奋 觉得她是正常孩子 接着抱起她温柔地哄着 这时将军伸手接住小云 高兴地把她举起来 告诉她爹爹来了 夫人对将军说 小云的病已经好了 不用着急赶回来 将军抱紧小云 表示女儿那么可爱 自己怎么舍得 在路上浪费时间 随后将军拿出一颗灵药 想给女儿吃下去 就算是病好了 也能够强身健体的 她表示拒绝 将军摇着波浪鼓 让小云往这边看 她不自觉地伸手 不知道是不是生理 年龄小的原因 自己居然觉得 这些东西 还挺有意思的 接着 她张开手大笑起来 心想自己全当是 哄着爹爹完了 将军看着她的样子 心都要萌化了 这时 太监走进来 叫长盛皆知 皇上要给她的女儿 和淑王赐婚 小云心想 自己才刚刚恢复健康 这婚赐的 也太着急了 夫人抱起小云 问将军皇上 这是什么意思 将军捏着圣旨沉默了 小云心想 为什么父母会是这个表情 她突然感到很害怕 书王会不会是一个暴力狂 随后惊恐地表示自己不想嫁 晚上小云躺在床上 不一会 就犯起了困意 这句小身体 还真是累得很快 丫鬟在外面小声议论 小姐嫁给谁不好 偏偏要嫁给书王 小云揉着眼睛 听到了丫鬟在讨论书王的事情 书王七岁 就被太后送到了宫外 而且因为生母太过低贱 导致书王也不受待见 小云心想 原来是这样 自己看过那么多的宫斗剧 等他长大以后 一定能退婚 深夜小云在睡梦中 感觉自己很难受 他慢慢睁开眼睛 看到了一个十分帅气的小男孩 他正在掐着自己的脖子 他瞪大眼睛反应过来 男孩是想杀了自己 心想 现在怎么办 就算是大哭侍卫 也来不及救他 突然男子下不了死守 小云想着 要赌一把 随后 就舔了男子的手 男子刷的一下红了脸 他对着男子在装可爱 这样男子一定不忍心伤害自己 男子冷哼一声 然后捏住他的脸 觉得日子还长 今日便放过他了 小云捂住脸 疑惑男子竟然还想着杀他 第二天夫人抱着小云 在庭院里闲坐 夫人很担心他 询问他是昨晚没睡好吗 他表示非常无语 没想到穿越回古代 也要失眠 都怪昨晚那个男子吓唬自己 不知道男子是什么来头 为何要杀他 这时 夫人叫丫鬟给小云拿药 他表示自己不想吃药 随后大哭起来 这时吓人通报 书王殿下来了 小云听闻 好奇自己的未婚夫长什么样 书王走进来 然后很有礼貌地表示自己 讨扰了 丫鬟们都感叹 书王长得很帅 小云感到晴天霹雳 没想到他就是书王 书王看着小云 询问夫人 这就是将军的千金吗 夫人回答是的 书王疑惑 小云小姐 怎么哭得这么厉害 他尴尬地扯出一个笑脸 希望书王不要杀自己 次日 书王在庭院里练剑 夫人带着小云观看 他感到很苦恼 在这里 连哭笑都不能随意 这到底 是什么人间极苦 丫鬟议论书王并不受待见 把武将的女儿赐婚给他 就说明不想让他继位 小云叹气 他们还在八卦 怕是不想要命了 夫人生气地警告丫鬟 不要撕下一论皇子 小云反应过来 武将的女儿不能为后 书王想杀了自己 就说明他想当太子 这时将军询问夫人怎么了 夫人回答 只是丫鬟打得瞌睡 将军表示 武将人家没那么多规矩 随后叮嘱书王 以后要常来 书王则表示感谢 小云觉得 书王心机颇深 父亲这是引狼入室 将军夫人 要去取送给书王的礼物 夫人让书王帮忙照看 一下小云 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小云感到很害怕 这样不就说明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书王凑过来看着小云 他吓得连连后退 汗珠从脸颊上流下来 难道他还要杀自己吗 下一秒 王爷转身走开 小云无语至极 这小男孩 怎么总是吓唬他 麻烦去找爹爹退婚好吗 别在这里为难他 书王继续练剑 小云看见树上有一条蛇 阴暗地想着 书王若是被毒死了 自己就没有威胁了 他考虑了一下 这样确实能够解决他的困境 但还是于心不忍 随即他大哭起来 书王瞪大了眼睛 转头看他怎么了 自己前世可是警察 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书王一抬头 便看见了毒蛇 毫不犹豫地向他砍去 毒蛇飞到小云面前 他害怕极了 表示自己可真是自讨苦吃 他大喊跌跌娘亲救命 书王快刀斩乱麻 把毒蛇切成两半 他感叹 好险 差点又要归西了 书王担忧地抓住小云 询问他有没有受伤 确定他没事 这才放下心来 书王捏住他的脸 疑惑小小婴儿怎么会说话 随后把他拽到怀里 小云很害怕 书王不会真的想杀自己吧 结果他只是把自己护在怀中 这时将军夫人赶来 焦急地问书王有没有事 夫人抱起小云 对将军说 快找太医来 蛇被砍成两半 是不会马上死的 书王趴在将军怀里 希望他不要找太医 不然会被皇上认为 小题大做的 自己害怕连累将军府 说完就晕了下去 晚上小云躺在床上 思考书王为什么救他 王爷一会想杀自己 一会又为就自己受伤 他到底要怎么样 这时 书王突然开门进来 小云心想他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会是为了来补刀的吧 书王走向小云 朝床上扔了一个荷包 他拿在手上 没想到居然是驱蛇的熊黄 书王不好意思地转头 金哲蛇虫数以多 看在他救过自己的份上 就送给他吧 小云看着荷包 知道了 书王叫季安怀 书王看着窗外思虑良久 将军夫人对他无微不至 从未有人对自己如此上心 随后他摸了摸小云的头 若没有那道赐婚圣旨 自己必定将他视作亲妹 书王低下头沉思 小云抬头看着他 这小鬼 为什么非要争太子之位呢 真是自讨苦吃 两人看了对方良久 双双感叹 造化弄人 着实是可惜了 半月之后 丫鬟抱着小云 看书王练剑 嘴里都是夸赞 他根本不想看书王练剑 他什么时候才走 丫鬟们都很崇拜书王 纷纷过去围住他 他让丫鬟把小云带回去 外面风大 容易受凉 丫鬟立马硬下 小云觉得 书王是在外人面前装善良 这时有人闯进来 大喊姬安怀 纪英云气势汹汹地 朝书王走来 表示自己是来找他算账的 书王很疑惑 纪英云则大喊大叫 书王上个月伤了他的手 书王表示很无奈 明明是自己乱闯 惊扰了郑太妃 而后还大放厥词 郑太妃没有权势 吓到又能怎么样 丫鬟害怕地看着管氏姑姑 姑姑叫他去找将军 管氏姑姑站出来 问他是谁 纪英云直接一巴掌打过去 旁边的侍卫表示 这是秦王独子 一个管氏姑姑竟敢拦着 这时小云对着纪英云大喊 自家的下人 就连爹娘都不舍得打 他竟敢在将军府动手 纪英云转头看着小云 随后询问书王 小云就是他未来的王妃吗 然后伸手就要去摸 丫鬟提醒纪英云 这不合规矩 书王也用剑对着他 劝告他一个庞戏王爷 还是不要在将军府里放肆 纪英云大怒 老是要和书王心仇旧恨一起算 说罢 便让侍卫和书王打了起来 书王三招两拭 就把侍卫打得落花流水 然后向着纪英云走去 他害怕地连连后退 大喊 书王要是伤了他 自己就去盗狱状 书王手中的剑停了下来 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随后提醒书王 陛下可没让长将军收留他 自己若去告状 陛下肯定会处置将军府的 书王转头 让丫鬟先带小云回房间 丫鬟硬下他 小云则被书王气死了 被人欺负到头上还不还手 纪英云拿起剑向书王砍去 大喊 让他去死 却被人从后面拎起 原来是将军来了 他解释 害怕刀剑伤到两位殿下 所以才斗胆阻止的 而后眼神犀利地看着纪英云 小王爷 这是意犹未尽啊 难道还想和陈笔试一番吗 纪英云害怕地跑开了 边跑边说 让书王等着 小云开心地摆了摆手 爹爹真厉害 看那个死胖子 还怎么欺负人 书王则感谢将军搭救 将军 让他不必说了 若皇上知道他在这习武 确实会怪罪 小云瞪大了眼睛 爹爹是要赶他走吗 书王心情低落 表示自己要离开 但是将军却说 愿意与他一起承担 书王表示很疑惑 他则表示 自己当那么久的将军 都没被罚过 体验一次也无妨 书王表示 将军不必为他涉险 这时 小云大喊 他感觉 书王就是傻子 将军大笑起来 看来小女 也不舍王爷离去 书王害羞地低下了头 就这样 书王时常来将军府习武 小云每天都能见到他 逐渐觉得 他其实也不坏 就是这可恶的封建制度 给他带来了不少负担 小云学会了这里的礼仪 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也开始喜欢这里了 这天书王正走在路上 突然听见有人直呼他的大名 原来小云在叫他 夫人训斥小云 不能这样 要叫书王殿下的 小云开心地看着书王 觉得他到得好早 夫人向书王行礼 表示小云被宠坏了 殿下误怪 书王则表示 叫什么都无妨 小云叫丫鬟去把他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他心想 趁着年纪小可以不用守规矩 长大了就不能这样了 那多没意思啊 丫鬟提醒他 东西拿过来了 随后小云把书王叫过来 给他戴上一个花环 表示是自己亲手做的 书王则蹲下来 任他胡闹 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果然和这个严肃的小鬼 一点都不搭 书王摸了摸花环 无奈地笑了 这时将军回来了 伸手抱住小云 问他有没有想爹爹 他开心地回答 可想了 转头看到一个小男孩 好奇地问爹爹 他是谁 还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小男孩冷哼一声 随即转过头去 将军解释 他叫严生 是严父将的孩子 他的父母 已经回不来了 自己决定收养他 正好殿下也缺个半毒 延伸情绪崩溃 表示自己不要做半毒 要做大将军 这时 小云陷入了深思 日子过得太舒适 导致他都忘了 这里可是古代 拿走一个人的性命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将军让书王 先跟他们回府休息 书王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他们回府的路上 有一辆马车停下 一只手从帘子里伸出来 男子询问侍卫 这是不是长盛 侍卫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并告诉他 旁边的是书王 男子觉得 书王私自在将军府习武 居然还不知收敛 随后男子放下帘子 冷哼一声 直到有趣 小云拿着孔明锁 问严生会不会解 他想着 严生来了好几天 和书王的关系 一直不好 他在边关长大 多半解不开这孔明锁 那就可以趁机拉他 去找书王帮忙 让他们建立其友谊 严生转头吐槽 小云幼稚 表示自己不想玩 书王无语地看着严生 小云决定 刺激严生一下 嘲笑他是笨蛋 连这都不会 不料 自己脚下一滑 倒在了他的怀里 严生愤怒地对他大叫 一个小丫头 乱跑什么 就只会添乱 此时 书王伏击小云 转头与严生争执 表示小云只不过是好心找他玩罢了 但严生气 却十分生气 表示自己是未来的大将军 才不和小姑娘玩 书王嘲讽 他是只会对小孩发脾气的大将军 见两人大吵起来 小云不知所措 懊恼怎么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 反而越吵越严重了 严生让书王来解开这孔明锁来证明他的智慧 并嘲笑书王是个连宫门都进不去的皇子 书王很是愤恨 表示自己今天就来教教他 怎么解这孔明锁 他一怒之下拿起刀 把锁砍成了两半 不料 飞出去的锁砸到了小云 他大喊好痛 此时 严生跑过去扶起小云 摸了摸他的头 问他有没有事 书王也连忙跑过去 正准备关心一下小云 就被严生嘲讽 表示不敢劳烦五皇子 然后就带着小云走了 他们走后 书王反思了一下 懊恼自己不应该那么做 另一边夫人看见小云的伤 摸了摸他的额头 问他疼不疼 他笑嘻嘻地说不疼 对于书王和严生的隔阂夫人 很是担忧 将军表示自己 一定会互严生周全的 夫人叹气 表示只能让书王多担待些了 这时 小云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他跑到严生的房间 敲了下去 严生却让他别烦自己 只见他直接推开门 严生大喊不让他进来 小云捧着冰糖葫芦 表示 这是专门给他带的 他一眼就看出严生哭过 心想 还是不要拆穿他了 笑着告诉他 娘亲告诉过自己 不高兴的时候 吃这个就好了 严生边说 他幼稚边吃了起来 他叫他 不要生书王的气 严生表示自己 才懒得跟他计较 小云捏住严生的脸 叫他笑一笑 此时这一幕 被门外的书王 看得一清二楚 他失落地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 书王一大早起来练剑 严生打着哈欠路过 埋怨他一大早吵死了 书王的剑 狠狠地 落在严生的脚下 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严生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只觉莫名其妙 这时 严鬟跑过来大喊 小姐不见了 两人立即转过头 不久 后门被卡住 三人就被困在废弃的小屋里 此时小云在想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呢 昨晚自己故意给严生留了一张地图 今早就躲起来了 目的是让严生他们 一起来寻找自己 在合作中建立友谊的 没想到的是 刚找到这里 两人就吵得不可开交 慌乱中 把门给卡死了 此时小云好饿 丫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想起自己 书王突然拿出一推吃的 两人一见 两眼放光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书王表示 是自己今天早上买的 小云接过吃的 夸赞书王真棒 此时严生有点不好意思 书王却不计前嫌 让他一起吃 他表示感谢 小云疑惑 他俩不吵架了吗 严生解释自己 本来也没生气 而书王也低下头沉思 赞同严生说的也没错 自己就是 是连宫门也进不去的皇子 这些年 只有长盛将军一家 对自己好 小云没想到 自己对他那么重要 严生质问 书王在小云面前 说这些不害羞吗 书王表示 小云又听不懂 严生表示 小云是他未来的王妃 谁会跟他抢啊 书王表示自己不想娶他 此时小云大哭起来 无厘头地表示 自己要听故事 可心中的 OS是得快点打断这个话题 不然书王又想杀自己了 他告诉严生 自己想听他爹爹的故事 可严生拒绝了他 一旁的书王也表示好奇 此时严生也只能无奈地说了起来 他的父亲 是长将军的副将 一心只想做一个 忠心赤胆的英勇将军 可在边关时 父亲遇见了娘亲 就再也不想离开那里了 直到遇见敌军突袭 与他们失去联系 等有消息的时候 他才知道 爹娘已经不在了 为此 他想替父亲完成遗院 长将军让他给书王办读 他觉得没意思 想要去军中历练 跟自己的父亲一样 书王表示 若他能打败自己 便去劝说长将军 放他从军 这时 小云抱住书王 让他讲一下自己的故事 严生也转向书王 让他讲一下自己的故事 书王这开始说起 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生母 是婢女出生 不得圣宠 小云两人 好奇地望着书王 书王继续说着 他的母妃对父王下毒 最终被刺死了 而他便被扔到行宫 自生自灭 小云拉着书王的衣角 让他别伤心 表示他们会陪着他的 就连严生也安慰着书王 表示在将军府 当个富贵王爷 没什么不好的 这时 将军和夫人推开门 大喊着他们的名字 将军跑过去抱住他们 关心地问他们 没事吧 夫人抱住小云 说着可算找到他了 此时将军正要带着他们出去 却被小云拦着 他说书王的话还没说完呢 转头便问书王真相到底是什么 可是书王却不理他 看着走掉的书王 他有点崩溃 事实到底是什么啊 不久 小云的生日就要到了 他开心地跳起来 夫人躺在将军怀里 他觉得 小云才四岁 没必要那么铺张 将军表示自己女儿的生日宴 不能随便 看着将军和夫人 在你弄我弄 小云很是叹气 难道这就是父母是真爱 孩子是意外吗 他转头无奈地看着他们 觉得他们才是意外呢 与此同时 金云又闯了进来 说要和书王比试 夫人吐槽 这孩子怎么老是闯进来 将军则笑了笑 表示将军府哪有这么好劲 他抱起小云告诉夫人 自己是看见殿下沉闷 故意放小王爷进来陪殿下的 此时 书王把金云打倒在地 延生开心地说道 书王又积一分 金云气急败坏 大喊他们好日子到头了 两人疑惑地看着他 这时 一位公公走了进来 喊着长盛将军接旨 公公宣读着圣旨 陛下有旨 请将军前去平乱 众人跪下接旨 小云想 怎么会突然有山贼 将军温柔地看着夫人 看来不能陪女儿过生日了 夫人安慰他表示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公公提醒将军 既已接旨 就仅早日启程 他就先告退了 并告诉书王 太子殿下 想要邀他一叙 小云生日那天 夫人来到厨房 看到菜的颜色不好 就说把他退下去吧 丫鬟立即照做 随后吩咐小云的丫鬟 让他把小云打扮得喜庆些 此时 小云气鼓鼓地埋怨着 自己爹爹说好了 要陪自己过生日的 可是却离开了 这时严生跑过来 拿了个石狮子说 要给小云当礼物 他只觉汗颜 表示自己不要 随即 严生又抓来青蛙 小云被他吓跑了 他拿着好多东西 都要送给小云 他表示不要 夫人看见这一幕笑了笑 告诉严生 小云用不上这些东西 小云趴在桌子上想着 要是爹爹和书王回来就好了 夫人摸摸他的头告诉他 他爹可能要几日后才能回来 书王是晚膳前就能回来 他开心地朝门外走去 表示自己去门口等书王 此时严生追了上去 他问小云要什么礼物 见他们走后 夫人问丫鬟 派去东宫的人怎么说 丫鬟表示书王一切安好 但东宫那边不肯放人 夫人有点担心 将军也不在 这可怎么办呀 小云坐在门口 傻傻地望着 以前不觉得书王有多重要 现在还怪想他的 这时有人戳了他的背后 他转过头来看 然后被吓得不轻 一只布老虎出现在自己眼前 严生告诉他 这是他自己做的 说要送给他 小云直呼自己不要 这东西太吓人了 严生表示才不吓人 这时小云凑近严生 问他是特意给自己做的吗 他却表示他不要就算了 还骂他是个没良心的小丫头 随后便把玩偶收了起来 小云拉着严生的衣角 表示不是送给自己吗 严生转过头 生气地对他 不是说吓人吗 那就不要了 小云笑眯眯地告诉他 自己现在改变主意了 这个娃娃 还是可以见人的吗 随后 严生就气消了 把娃娃给他了 两人一起坐在门口 边吃西瓜边等书王回来 一直等到天黑 然而小云心里 很是担心书王的安全 第二天 小云走在路上 吐槽着自己的生日 没意思 不仅爹爹不在书王还爽约 他不知道 爹爹在外面过得好不好 这时有个人影 从他身边经过 他大喊是谁 丫鬟问小云怎么了 他指着自己的房间 问丫鬟 自己的卧房是在那里吧 丫鬟回答是的 小云拉着丫鬟往前跑 让他喊个护院 跟自己回去 这时 护院过来了 三人都拿着武器 小云表示 这个时候 还有人来加害于他 真当他们将军府 是吃素的不成 走到门口 小云突然拦住护院 让他先别打 因为 他看到了书王 他满身都是伤痕 小云蹲下担心地问他 不是说 去太子府做客吗 怎么会弄成这样 他叫来丫鬟 书王却让他别告诉夫人 他担心地看着他 随后吩咐丫鬟去拿钥匙 别被发现了 书王躺在床上 向小云道歉 自己没有陪他过生辰 他则表示 没关系 书王递给他一个盒子 他接了过来 问他是送给自己的吗 他表示肯定 打开一看 是一个簪子 觉得他的眼光还不错 小云戴上之后 高兴地问书王好看吗 他欲言又止 最后告诉他 自己想要退婚 此时皇宫传来了信件 长盛夫见信件上写着 今年由他带长盛将军入宫 他想着 不久后 要庆办中秋公宴 便吩咐女陛下人 准备公宴事情 当长妇人路过庭院时 看见严生和小书王 在庭院习武 只见小云假装摇晃着红酒杯 称赞今天的天空多么晴朗 如此美丽的花朵 多么地惹人怜爱 如此的芬芳 还悠哉地朝两人喊去 前面的小帅哥在练剑呢 还叮嘱他们 要好好练剑 小书王望着小云 满是宠溺 严生忍不住吐槽 这丫头怎么这么不正常 只见书王扑斥一声偷笑 劝告严生 还是好好练习吧 严生也是一脸无语 挠着头表示 这两人怎么都不正常 小云在旁边看着 心想 书王能去退婚的话 自己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就不用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不过那件事后 小云问书王 是不是太子做的 他说是的 小云大妈太过分了 他爹爹刚走 就开始刁难小书王 也许太子 察觉到书王的心思 但太子的形势 也太嚣张了吧 书王表示 太子知道 他在将军抚学武 所以 借切磋之名 把他打伤 太子并非仁义之人 小云怒斥 这不就是校园霸凌吗 只见小书王一脸委屈 要不是小皇叔赶到 他恐怕一时半会回不来 但是 小皇叔是敌室友 还不知道 太子借此机会 想把自己打压下去 小云大骂 简直是欺人太甚 但是小书王表示 自己定不会忍气吞声的 只见门口铃铛叮铃响起 马夫喊着 已经到宫门口了 只见小云兴奋拉开门帘 喊着赶紧进宫 随身跑了下来 心想着 今晚小书王就要提出退婚之事 自己准备要变成自由人了 上辈子 自己都没逛过故宫 真让人兴奋 延生推开门帘看着小云 喊着他要跑哪里去 常夫人表示 这孩子淘气没心没肺的 此时 旁边的其夫人寒暄着 想不到常夫人 也同时到宫门口 其夫人问常夫人 不要一起进去 常夫人委婉拒绝 想着还是各自进去吧 怕是被别人说闲话 此时 延生叫小云 不要乱跑 可小云偏不听 心想小书王能和自己退婚 就没有阻碍了 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下一秒 小云不小心磕倒地上了 延生担心地问他 有没有事 另外一个小姑娘 笑延生 是没长眼睛吗 没看见自己被摔倒了吗 他站起来吐槽 这是谁家的教养出来的 敢在宫内乱跑 一点教养也没有 看着两人 他哼的一声 延生觉得这小姑娘 说话太过分了 一旁的小云 连忙道歉 此时小书王刚好出现 两人感觉看到 救星一般望着他 书王问他们 在这里干什么 见到书王小姑娘 一脸惊讶 旁边的侍女拉着他 让他赶紧走 不然 老爷要生气了 小姑娘 心想着 这是他吗 小书王叮嘱他们 到宫内小心行事 小云开心地说道 知道了 小书王告诉他们 在宫内 要跟紧长夫人 随后三人一同行走 小云不停回头看 延生看着落在后头的小云 吐槽他是不是摔傻了 延生两人同时伸出手 牵着小云 常夫人带他们坐在宫宴上 小云还感叹 这就是古代的上流社会吧 看见好多上流人士 在交头接耳 孩子们在一旁玩耍 小云还拽着延生 让他不要乱跑 延生吐槽应该 是他不要乱跑吧 此时小云刚好看到前面 是书王 他在与两位女子交谈 小云看着那位小女孩 才认出刚刚自己撞了他 小云吐槽 小书王跑得真快 刚才分开没多久 这时的延生突然出现 贴着小云的脸 问他在看什么呢 小云表示 没看什么 并拉着延生 赶紧走开了 解释他娘 叫他们过去 想着还是不要打扰 小书王和小姑娘说话 此时小云和他娘 坐着欣赏这晚宴 桌上还摆放着各种食材 他东张西望的 问娘亲那边 穿粉色衣服的姐姐是谁 常夫人介绍 那是莫丞相家的嫡女 跟她差不多的年纪 她也问 坐在书王旁边的女孩是谁 常夫人解释那位是康和公主 她旁边坐着是安王殿下 席位在陛下附近的是 太子殿下 旁边的是四皇子殿下 小云惊讶 这家伙 就是打了小书王的太子 娘还嘱咐他们 不要和那几位皇子有冲撞 小云回答好的 此时小书王刚好看过来 两人对视 小书王向他点了点头 这让小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 此时小云饿得发慌 开始啃桌子 吐槽 这跟领导吃饭等的一样酒 公共宣布宴席开始 皇上让重卿免礼 表示中秋宫宴随意便是 只见乐队开始演奏 这时 小云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称赞不愧是皇宫山珍海味真不少 常夫人让他慢点吃 没有人与他争抢 此时小云吃得有点多到肚子了 他对娘亲说想去解手 常夫人向旁边的侍女招手 劳烦他们领着小云去解手 侍女领着小云 小云如厕丸 感觉一身轻松 突然他猛地一回头 发现带自己的侍女不见了 估计是有什么事被喊走了 嘟囔着 还不如自己回去罢了 走着走着 嘟着脸插腰发现自己竟然迷路了 满是疑问 这里是哪里 此时后面草丛传来沙沙声音 小云猛地回头喊着是谁 只见一个黑影刷的出现 吓得小云倒退几步 突然被黑影扑倒在草丛里 被一手压着的小云 想着睁眼看看到底是谁 只见他手捂住小云的嘴 让他不要发出声音 被人发现了 小云抬头一看 原来是公主殿下 公主问他 是不是将军府的常小云 是不是他五哥哥的未婚妻 小云一脸猛逼地跪着草地 紧张地点了点头 回道是的 突然握住小云的手 一脸微笑 介绍自己 叫季清和 还说自己终于等到他了 小云问清 何找自己有什么事 清和没有回答他 反问他住在将军府 肯定见过不少江湖中人吧 那些人是不是很厉害 可以为了自己所爱的人 对抗整个武林 小云一脸无语 问他这些都是从哪里听来的 清和告诉他 自己从画本里看的 书中描述了 主角遇见一个江湖小妖女 可以为了他对抗 整个邪道组织 清和还说 宫里都没有这么厉害的人 所以想着 军府里都是习武之人 肯定和武林很像吧 自己好不容易偷偷溜出来 就想让小云说说 他在军府的事情 小云表示自己爹爹 就是这样的人 为了国家大义 就会立马动身奉命 而且爹爹除了这身份外 就是普通人罢了 小云觉得 五皇子还是个小孩子 却逼自己变得成熟身不由己 此时小书王感觉 背后有人在叫自己 不久宫中便放起了烟花 耀眼的烟花在空中绽放 绚丽多彩 这时候 小云不知道跑哪里去 小书王和阎生到处在找他 正好看见小云在草丛里坐着 两人问他们 怎么还不回去 常夫人都要急死了 小书王拉着小云的手起身 说着赶紧回去 后面的两位羡慕 前面两人手拉手 突然一个暗器飞过来 小书王立即抱着小云 问他有没有事 此时两人对视 小云也着急地问小书王 有没有事 这时 一位黑影走出来 手拿着剑 出现在他们面前 刷的一声 刺向小书王那边 严生先问是什么人 随后 只见严生一手拉着刺客手 让旁边的清禾十分惊艳 感叹严生真帅啊 严生一手打落了刺客手中的剑 剑落在地上 被小书王拿起 身旁的小云 挽起手抽准备大喊 这刺客蔑视着几个娃娃 觉得多杀几个 自己也不介意 小云挽起袖子 心想 他们不一定打得赢 自己得想办法 把手帕塞进这刺客衣服里 到时候 好抓这个刺客 查出是谁派来的 下一秒 小云眼神犀利 觉得现在就是好机会 他敏捷地把手帕塞进了刺客的衣服里 高兴着自己成功了 只见小书王还在跟刺客打斗着 此时小黄叔及时出现 吓得刺客连忙逃跑 后面的严生 追着刺客 叫他别跑 此时小云让严生别追了 只见小书王撑在地上 手中的剑插着草地支撑着 他问小云有没 伤到哪里 边说边抚摸小云的头安慰着 小云脑他伤得那么重 还担心自己 小黄叔怒斥着刺客 竟敢公然在御花园行刺 确实太大胆了 他转身对小书王说 自己先带清禾回去 让小书王别乱动 他马上就派人过来 只见小书王还主着剑跪在地上休息 指着严生 让其要好好保护好他们周全 严生表示自己能做到 这时清禾公主坐在小黄叔肩上 与他们拜别 严生扶着小书王 奇怪这次刺杀怎么会发生在皇宫里 小书王解释 这本来是暗中对自己下手的 又怎么会对小云也下手 旁边的小云嘱咐他别乱动 伤了身体 此时刚好士兵们走来 严生护起他们 警惕地问这些士兵们是谁 只见士兵亮起手中的令牌 表示自己是小黄叔陛下的人 负责护送书王陛下 和小云公主 急颜公子回去 小书王挥了挥手 表示是小黄叔的人 随后几人便跟士兵们走了 后边严生搀扶着小书王 小云也拉着书王的手 提醒他小心点 大殿内皇上敲了敲桌面 怒骂贼人 胆大包天 竟敢在御花园行刺 皇子只能点头硬贺 太子表示 这贼人竟然伤了小书王 此事必定要彻查 向皇上建议 这事不如交由自己处理 也好整治宫内为书王讨个公道 小云心想着 太子怎么突然这么好心 摆出一副好哥哥的样子 突然看见太子贴身侍卫 身上竟然塞着自己的手帕 太子表示自己能处理好这事 四皇子也让其父皇放心 将此事交与太子处理 而小云看着安怀想表达什么 皇上便决定将此事交由太子处理 小云想着不行 不能交给太子处理 刚想出生叫皇 旁边的小皇叔刚好出生 提醒他那个侍卫的身上 好像露出了什么 只见这侍卫很紧张 衣服里还露出小云塞的手帕 小皇叔喊旁边的侍卫 去把他拿下 只见这侍卫被抓着跪在地上 小皇叔拿起他衣服的手帕 沾有血迹地 举起示意地给皇上看 小皇叔问侍卫 这手帕该如何解释 这侍卫洋装自己不知道哪里来的手帕 此时容颜大怒 皇上下令把这人关起来 等候审问 侍卫不停地否认着 喊着太子陛下救自己 太子心想着不争气的东西 皇上下令让太子先禁足十天 太子委屈喊着父皇 皇上决定此事交由小皇叔处理 表示自己乏了 不想理会此事 说完看向下面 只见皇上和小叔王对视着 皇上哼的一声转身离去 太子想着自己分明处理干净了 怎么还会出现问题 太子拿着这血迹手帕 很是恼怒 四皇子看向小云 小云胆怯地躲在小叔王的身后 想着这四皇子 为什么盯着自己看 想着自己该不会是被发现了吧 当时塞手帕 确实有点冲动 这样查下去 很容易发现 就是自己做的 小叔王突然喊着小云 小云一脸疑惑看着他 他表示 此事暂且解决 现在 他就去和父皇请命退婚 小云吃惊 转头一看 表示现在不能退婚 便拉着小叔王的手 小叔王问他 这是在干嘛 小云慌张地表示 退婚的事不要着急 小叔王一脸疑惑看着他 问他有什么打算 下一秒 小云抱住了小叔王 小叔王问他想干嘛 他在他耳边轻声说 让他别动好多人再看 他大声地喊着 纪安怀 你疼不疼呀 旁边的人都看向他们 抱着痛哭的样子 清和公主 磕着他俩的 C.P. 羡慕他们 关系真不错 小云低声解释 自己塞的手帕的事 怕是被四皇子发现了 小叔王刚想说他 他就抢得夸自己很厉害 如今 太子对小叔王 恨得牙痒痒 四皇子又盯上了他 小云握住小叔王的手解释 若是此时退婚 必然会被逐个击破 他们两个 现在是一个阵营 得团结一心啊 小叔王也是无语注了 既然这样 小叔王摸着他头 表示暂时不退了 过了几天 一日 小皇叔来到将军府 寒暄过后 他放下茶杯 表明此次来意 陛下将昨夜 公宴之事交于他 今日他想过来瞧瞧 小云的状况如何 想要和他们单独谈谈 常夫人邀请小皇叔 随他去后院 此时小云还在耍着木剑 转头吃惊地发现 小皇叔出现在他后面 小皇叔亲切地问候他 小云收起木剑 向他请安 这时延生出现 把小云保护在后 问小皇叔到底所为何事 小皇叔打去着延生 让他别这么紧张 小皇叔把手伸向小云 表示自己只是想过来 问他一些事情 小云不知小皇叔是敌是友 既然主动上门 就让自己试探试探吧 他笑嘻嘻地回答 好的王爷想问什么 于是 三人蹲在地上 似乎在聊些什么 小皇叔拿着小木棍 在地上画了几个小动物 假设有一条鱼 熊 狐狸 猫都想吃 因为兔子不能吃鱼 大家都把他排除在外 可是熊和狐狸都知道 猫有机会吃到鱼的 所以 联合起来 想要对猫下手 小云挥了挥手中的小枝条 问他怎么突然开始 讲童话故事了 旁边的延生 也是一脸好奇 小皇叔微笑地解释 以熊的脑子每次都是直接胖揍猫的 可这次为什么突然对兔子下手呢 小云思索下 觉得这个故事一定有什么含义 想着熊胖揍猫 难道这猫是指金安怀小叔王吗 那熊就是太子了 兔子就是自己了 以熊的智商想不到那么多 在想狐狸到底是谁 小云比划了几下突然停了下来 三人当场思索着 突然小云一语惊醒 四皇子才是幕后黑手 小皇叔笑着 夸赞他真的好聪明 果然没让他失望 只留着延生还在原地一脸猛逼 脑子都没转过来 小皇叔拿出那血迹的手帕 小云接到这手帕 表示这是昨晚那条染血的手帕吧 递给他后 小皇叔跟常夫人说天色不早了 他就不多打扰 表示下次再次来拜访长江郡府 小云还在原地思考 为什么小皇叔要告诉他这么多事 小皇叔挥了挥手便离开了江郡府 过后 小书王过来问小云 小皇叔是不是离开了 还说夫人准备开始晚膳了 他们还在这里干什么 小云还举着木剑练习 督着脸生气的吐槽 为什么江郡府更像小书王的家 突然侍卫急忙跑过来 喊书王陛下不可在江郡府乱走 两位侍卫待在小书王身后 提醒小书王不可在江郡府乱跑 这样不合礼仪 小云还好奇这又是谁 旁边的延生事不关己地偷笑 这侍卫拱手解释 自己是负责照料小书王日常起居 名为齐和 延生双手抱头一脸不屑 喊着该吃饭去了 吐槽他们侍卫废话真多 小书王伸手示意小云 想拉着他去吃饭别理他们 旁边的侍卫们却废话不停 小云一脸春意地 跑向小书王恩了一声 后面的侍卫们紧跟着小书王 在他们后面 喊着这不合礼数 这时延生喊着前面等等他 小书王突然停下 只见侍卫纷纷跪下 向郑太妃请安 红沙连后面的郑太妃 让他们兜起来 侍卫介绍自己叫齐和 侍奉陛下之命 负责照料小书王的日常起居 表示五皇子进出将军府 不必再走小门 郑太妃让他替自己 谢谢陛下 还给这两位侍卫安排个住处 让侍卫日后可别怠慢了小书王 侍卫回答是的 小书王却显得一脸嫌弃 他拿着小石块递给小云 小云双手插着 嫌弃这真是有够迂腐的 下一秒就吃下小书王头尾的东西 转头调皮地说自己就是要吃 小书王一脸猛逼 看着被小云咬过的手 回想起那晚被刺客追杀的事 觉得他们应该保持一点距离 他不想让小云受伤 小云转过头安慰他 问他怎么突然说这个 他该不会要反悔了吧 小云凑近小书王撒着娇 喊着季安怀我不许你走 他一脸委屈地看着小书王 问他好不好 小书王问他这是在干嘛 身后的侍卫出现提醒小云注意礼仪 表示小书王不守规矩 他也不能跟着学话呀 两人同时转过身去 小云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小书王咳了两声 洋装无事 他懊恼自己 刚刚在干嘛 姬安怀是自己可以随便贴贴的人吗 自己演小朋友 演久了 别太饥渴了 自己可是母胎 solo啊 下一刻看向小书王 这小书王过不久就变成男人了 再也不是臭脸小鬼了 此时 两人碰巧握住彼此的手 小书王说 保证刺杀的事 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 他要比他们想象的更快成长起来 他深情地望着小云 向他保证着 小云痴痴地回答好的 此时严生刚好练完舞 小书王看着他表示自己 不能输给严生 两人悠哉悠哉地荡着鞦韆 气得严生跑过来怒骂 怎么输给他 很丢人吗 小书王站起来 表示要鄙视一下 严生表示自己 不跟病患打 让他还是养好身体再说吧 严生摸着小云头 让他多吃点 别当矮冬瓜了 气得小云站起来 抓住他的领口 竟敢说他爱 还嘱咐小书王把伤养好了 把严生打趴下呀 严生吐槽他 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 小书王承诺严生 要是能打败自己 就听严生拆遣 小云无奈感慨 无而叛逆 伤透无心 气得他嘟起嘴 表示还不如自己揍严生呢 旁边的严生训斥他们 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转身对小书王说 等他伤好了 要用心学的剑法 和他较量较量 小书王客气地表示 可以 此时 一只性格飞来 小云打开信件看了一下 让两人准备一下 清禾要过来了 只见清禾带着帽纱 缓缓走进来 桌上放着招待清禾的小吃点心 小云称赞自己的厨艺了不得 小书王捏着他脸打去他 也只有他能做出这些点心小吃 宫里的厨子都做不出来 小云问清禾 这次小皇叔没跟来吗 康和公主回答自己 都多大了 不想天天被小皇叔看着呢 解释自己 是跟书王过来的 清禾看着这杯珍珠奶茶 好奇地问这琉璃盏真好看 清禾解释 书王一来就去找颜生去了 还吐槽这五哥哥 都不过来看看他 两人坐在凉亭聊天 小云问清禾 特地赶来 是有什么事吗 清禾回答 等他生辰到了二十岁 自己就让父皇同意他进宫 陪他读书了 小云还心想着 这十二年过得真快啊 清禾表示 为了让父皇同意 真是费了不少劲呢 自从中秋宫宴后 两人的来信愈加密集 小云还教他现代的新鲜词语 让公主接受新鲜事物 两人双手搭着肩 表示对方已经是自己的好朋友了 吐槽书王被牵制了 都很少来将军府了 此时 外面传来敲门声 小云紧张地说请进 只见严生一手推开门 兴奋地喊着丫头 小云一脸嫌弃地叫他出去 严生吐槽他 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哥哥吗 他靠着门边悠哉地说道 人给他带来了 想想怎么犒劳他吧 小云很是好奇 问给他带来了什么 这时 帅气的小书王出现在他们面前 表示自己这么不受欢迎吗 小云还吐槽那个嘴碎的侍卫 没跟过来吧 小书王表示 跟过来了 但被自己甩掉了 只见严生直接坐下开吃 他还想把小云那份也吃了 小书王告诉他们 长盛将军准备回来了 小云很开心地问 是不是真的 此时躲在外面的侍卫 刚好听到了 另一边 一只鸽子飞进大宅 带回了信条 四皇子打开信条 念叨着 长盛将军要回来了 好戏就要开始了 清禾招呼着小云来他那里坐 小云表示好 这时候路过一个人 说了声借过 两人一看 是个长相十分好看的少女 清禾告诉小云这是墨无秋 还表示自己不喜欢墨无秋 小云心想 原来是他 他比以前更好看了 教书先生现在开始上课 小云觉得 女贱女德 三从四德 像三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书王出现 他喊着小云的名字 小云无语地看着墨无秋迎了上去 他趴在桌子上 看着寒暄的两人 心里有些失落 他觉得书王和墨无秋看上去很般配 自己和书王迟早要分开 想到这小云站了起来 心想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难道因为自家的猪会拱白菜的吗 想到这他决定不当电灯泡了 书王察觉到了 他离开 一把拉住了他 告诉他 自己过来是来接他的 小云呆呆地看着他 书王拉着他走了 墨无秋说了句等等 他似乎想说什么 但是看着离去的两人 只能说下次见 回去路上 小云问书王和墨无秋聊得怎么样 还夸他比之前更加漂亮了 书王和他很般配 书王没有回答 小云突然意识到 这样好像有种推书王出轨的感觉 气氛顿时尴尬起来 小贩的叫卖声打破了尴尬 书王上前买了串糖葫芦 小云呆呆看着他递过来的糖葫芦 然后边吃边问 为什么他今天会过来接自己 书王告诉他 常将军回来了 小云很开心 拉着书王的手 表示赶紧点回家 此时常将军的脸上 盖着一个唇印 正在和夫人叙旧的常将军 听到了小云的声音 他眼含泪水 抱着小云痛哭 小云是他的小棉袄 他很想念他 他也知道 现在时局动荡 作为将军的爹点 多次出征 经常不在家 常夫人告诉小云 他爹爹在信里总是念着他 小云问爹爹 是不是大事归 常将军说是的 小云夸他好厉害 常夫人微笑着 看着这对妇女 温馨的互动 书王告诉常夫人 过几天 皇上要宴请将军府 希望他能提前准备 常夫人从衣袖中 取出一封信 交与书王并告诉他 边关动乱没那么简单 请他斟酌 常夫人转身离开 书王看着手中的信 陷入思考 突然小云问书王跟着他的人呢 书王表示 他们来的时候很丑吗 被关起来了 现在才放出来 两个太监偷偷地把信哥放出去 放完后 其中一个催促同伴离开 书王喝着茶 属下拿着秘信进来 他拿到秘信 便让那人离开了 带那人离去 书王看完秘信 便把信烧毁 扔到了碗里 心想 最近与小黄叔偶遇的 有点平凡了吧 小黄叔推开门进来 摆了摆手 表示皇城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说完他便入座 书王给他倒了茶 两人便开始闲聊 书王将茶递给他 小黄叔说他还真是长大了 随即他顿了一下 提醒书王要用人 还是谨慎为好 侍卫惊讶地看着他 另一边 小云无奈地看着眼前的刺绣 刺绣先生在一边引经据点 向他们强调刺绣的重要性 又说绣成的帕子 散学后 交给他评估 小云不停地在帕子上戳 清禾在一旁抱怨 他最讨厌女工了 看到小云绣得那么认真 问他是不是要送给书王的 小云表示自己绣成这样 还是算了吧 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莫无秋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接着先生又表示 听闻莫无秋绣公出众 莫无秋站起来行了个礼 谦虚地表示 不敢当 随即拿出自己的刺绣展示 先生夸赞他绣得不错 又问还有哪位小姐愿意展示 莫无秋假意说 小云的刺绣应该出色 已经想着要赠与人了呢 先生闻言便让小云展示 小云无奈站了起来 拿出自己绣的刺绣 引得众人大笑 先生打了个圆场 并宣布今天到此为止 小云尴尬地坐下 莫无秋嘲讽他的刺绣 拿不出手 清禾讽刺他 表示小云好歹送礼名正言顺 他莫无秋秀得好 又能送给谁呢 莫无秋表示 无论自己的东西 送不送得出去 至少自己的送得出手 接着他又来到小云身边 告诉小云皇上 宴请将军府 到时候 小云别失了礼数 在皇上面前丢人 小云感到惊讶 自己并不知道 皇上要宴请将军府 清禾关心地问他怎么了 小云回答 没事 又思索着莫无秋是怎么知道的 宴会当天 小云盛装出现 但是他感觉有点热 清禾看见他 一路小跑过来 后面的侍女提醒着清禾 要小心别摔了 小云见他过来 向他行了个脸 清禾让他别开玩笑了 解释自己 要求其父皇 特许他一起入席 还特地打扮好了 心想 父皇一定不会拒绝 小云也知道 清禾是皇上最宠爱的 非凭所生 皇上自然也是宠爱有家 小云问清 和今天 还有其他皇子参加吗 清禾表示 有太子和四皇子 书王也在 两人闲聊着 四皇子出现 问他们在说什么 两人连忙行礼 四皇子表示 都是一家人 不用见外 宴席见 小云觉得不舒服 心想这四皇子是怎么回事 宴席上小云在吃东西 皇上和长将军 开始了君臣之间的相互吹捧 清禾让侍女 拿一碟糕点给小云 另一边书王等人 一言不发 听着皇上和长将军的对话 随后 皇上又让长将军 跟自己过去 长将军只能听从 园子里 小云和清禾在涂鸦 侍女急匆匆跑过来 边跑边喊不好了 此时 小云和清禾 还在商量着 一起去游山 清禾让侍女 不要着急慢慢说 侍女禀报皇上 召见了变国使者 要把清禾送去和清 清禾听完愣了一下 随即苦笑一声 喃喃自语 手紧紧捏着裙脚 连话都有些断断续续 小云看着自己的好朋友 这样伤心 心里也很难过 果然电视剧成不恶期 什么恩宠都是假的 在利益面前 孩子的幸福 又算什么呢 更何况是在皇家 延生和书王走过来 侍女行了个脸 书王让小云和延生先回去 清禾让他来照顾 延生对着清禾 也只能说一句 让他多珍重 清禾流着泪点了点头 延生转身面无表情地 和小云说走吧 小云突然明白 要决定自己的命运 只能成为人上人 书王正在安慰清禾 一个小太监连忙上前提醒 小云转头看着书王若有所思 他下定决心要帮书王扫清路障 次日 侍女进来报告 书王已经在外面等小云了 小云问他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侍女提着一个石盒 表示准备好了 问他真的不用他跟着吗 小云表示自己 能照顾好自己的 书王在闭目养神 突然听见 小云叫自己 他上前问小云 都准备妥当了吗 小云表示 准备好了 可以出发了 书王接过石盒 表示自己来拿吧 另一边延生 再和齐公公拌嘴 延生表示 这是自己的家 他说了算 小云让齐公公多淡淡 又催促延生快走 齐公公小生吩咐手下跟紧他们 自己要去见太子 一行人出发了 到了地方 清禾和小云 显得很开心 小黄叔问 书王暗处的人 已经安排好了吧 书王表示 小黄叔的人 才是不知道在哪里 已经待命了吧 抬了很多东西的延生 想着 有没有人能搭把手 小云表示 自己来做饭 不等随从了 几人看着小云开始炒菜 太子神情争宁 他让齐公公 再重复一遍 齐公公跪在地上 惶恐不安 又重复了一遍 安王说 书王养了自己的势力 他表示自己所言 句句属实 太子的手 不由得攥紧 旁边的女伴 感觉疼痛 抬头却看到 太子面目争鸣 另一边 清禾坐在河边 低头沉思 他抬头看着远处 小云走过来 坐在他旁边 问他想什么 清禾表示 这样有种 闯荡江湖的感觉 自己第一次 体验到这种感觉 真的太好了 他又继续说着 从有记忆开始 自己就没离开过皇城 每天都要学礼仪 和课堂上的东西 哪怕跑了 也会被抓回去 大家都觉得 他是个异类 没人跟他做朋友 所以 他很庆幸 遇到了小云 因为终于有人理解他了 还让小云 不要为他担忧 小云却很难受 他就要远嫁和亲 清禾无奈表示自己 生于皇家 这是自己的使命 享受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小黄叔 书王和言声沉默了 小黄叔听到清禾的话 仿佛想到了什么 手不自觉 用力捏断了扇子 夜晚清禾 靠着小云十分兴奋 明天他还要去买很多 好吃的好玩的 小云反驳他 闯荡江湖 才不是吃喝玩乐呢 清禾表示 这不是他教的吗 出来玩就要 好好逛街 两人一口同声 shopping 言声不理解 小黄叔问他们在说什么 他怎么有点听不懂 书王喝了口茶 表示自己不知道 小云表示自己有件事很好奇 清禾让他别客气 想问什么 但说无妨 小云问他 小黄叔和他 为什么那么要好 为什么那么疼他 听了小云的提问 清禾也愣住了 为什么呢 从自己济世起 小黄叔就对自己很好 他要什么 小黄叔都会给他 他跑去抓鸡玩的时候 小黄叔会派人 送他新做好的小木刀 无论他说什么要求 小黄叔都会答应 他想要偷溜出宫 小黄叔也会帮他想办法 可是要跟在他身边 就得让自己 在小黄叔的视线内 真的管得很多 真要问为什么的话 清禾也说不出来 清禾突然问小云 有没有注意 小黄叔带着的红色耳坠 小黄叔不让他碰 也不准他过问 小云看到 小黄叔确实带着一个红色耳坠 此时书王表示 天色不早了 刚才安排了首页 让他们早点睡 让他们别聊得太晚 清禾却表示自己 也想守夜 小云表示 答咩 书王也反对 小云拉着清禾 今晚他们一起睡 清禾表示 机会难得 不想放弃 然后小云又说 给他讲讲军体权 转移了清禾的注意力 篝火熊熊燃烧着 众人向小黄叔道了声晚安 便去睡觉了 小黄叔面对篝火 看着折断的扇子 陷入沉思 难难自语着使命吗 他想起了小时候 和黄姐相处得点点滴滴 记忆中的黄姐 永远那么温柔 他会和黄姐炫耀着自己 今天抓了几只鸡 把几个世家少爷吓了一跳 黄姐总是夸他 真是厉害 几天不见 机灵了不少 年少的小黄叔 和拢月公主 坐在院子里 侍女在旁边扇着扇子 小黄叔问黄姐 为什么看起来不高兴的样子 黄姐随即笑着 表示自己很高兴 另一边几个世家子弟 在闲聊着 他们看到小黄叔路过 不由得开始议论纷纷 突然其中有人叫住了小黄叔 问他知道拢月公主的事吗 小黄叔威胁他 是不是上次还没下坏 要不要再抓两条蛇 给他们补补 那个世家子弟 发觉他还不知道 便告诉他 拢月公主要嫁给砸卤了 另一个在旁边附和 表示那边还吃人呢 小黄叔用球砸了最前面那个 那人惊慌地问他 要干嘛 小黄叔什么也没说 打了他一拳 拉起他的领子 叫他再说一遍 那人连忙回答是真的 宫里再做准备 小黄叔连忙赶回去 拢月公主 看着匆忙推门进来的小黄叔 问他怎么了 小黄叔连忙问 为什么黄姐要同意去和亲 拢月公主安慰他 并说出生在皇家 这就是他的使命 并让他放开 小黄叔无奈只能倒退 侍女接着给拢月公主梳妆 她疑惑自己平日戴的坠子 怎么少了一个 这时 小黄叔攥着另一个坠子 在角落痛苦哭泣 终于吉日已到 拢月公主出嫁了 几年后长大的小黄叔 接到了拢月公主的死讯 听到黄姐被凌辱致死 她紧紧握着椅子把手 待报告的人退下 她吩咐阿静 将府中银子 全都捐给军营当军项 脑子里不由想起了 拢月公主说的 我们都要好好长大 她发誓会好好活着的 又过了几年 康和公主出生了 一双清澈的双眼 打亮着眼前的小黄叔 她伸出双手 旁边的人说 这孩子没见过世面 请小黄叔不要责怪 小黄叔表示无碍 伸出手 小康和公主的手 握住了她的手指 小黄叔感觉 雪好像停了些许 她回忆着 与康和公主的点点滴滴 表示他们实在太像了 她以为这一次 自己能守护住清和 这时候 两个人的身影 仿佛重叠了一样 这就是他们的使命 小黄叔坐在篝火前 并问小云 是想让自己帮书王怀吗 小云表示是 她想要除掉 跟在书王旁边的人 小黄叔表示 让自己帮她也可以 但是她没有发现 那是太子的人吗 小云心想 不是皇帝派来的吗 目前也没有证据 证明其合的立场 她觉得也好 不如他们做个伪证 问小黄叔 能不能拿到太子亲笔的书信 转眼到了七夕 小云正在把寿朝的书 拿出来亮晒 她问长夫人 新衣裳准备好了吗 她要和清禾去庙会 长夫人表示 准备好了 小云向阎生卖萌 阎生心领神会 问她是不是要自己做护卫 小云说 当然 也为阎生准备了一套新衣裳 阎生表示答应 晚上的庙会很热闹 到处都是叫卖生 几人表示 今晚要好好玩 清禾表示 不带围帽 出门感觉就是畅快 突然一个书生打扮的人 过来搭讪 她说 姑娘们看起来好面熟啊 小云心里吐槽 古代也有这么搭讪的吗 书生刚表示 想和他们一起游玩 便看到摩拳擦掌的 阎生和书王 瞬间怂了 清禾界那边 好像在放花灯 提议和小云去看看 她没看 直接拉走了阎生 小云在后面 喊着 拉错人了 不一会儿 中间就隔了很多人 小云和书王 在后面边追边找 书王心想 有延伸跟着 应该不会出事 她看着两个 正在搬运烟火的工人 陷入沉思 直到小云 叫她才回过神 小云伸出手表示 边走边找清禾 为了防止走散 让她把手给自己 书王脸红地伸出手 两人边拉着手边聊 小云想要放孔明灯 想要吃巧果 书王都一一回应她 突然书王 调侃小云 她上课时秀的帕子 好像是要给谁的 小云感觉脸红 心想清禾你害我 她不好意思了 让她别听清禾胡说 自己秀的不成样子 突然墨无秋出现 并说 小云秀的很难看 很难拿出手 另一边清禾 终于察觉到 拉错人了 小云尬笑 心想 天底下怎么会有人 这么喜欢给别人找尴尬 墨无秋表示 斜不合脚 会把脚磨破 人也是一个道理 小云感觉很不爽 心想要教教 墨无秋真正的道理 小云阴阳怪气地吐槽她 看来没人叫墨无秋 不要多管闲事 墨无秋背对得说不出话 突然书王 挡在小云身前 表示小云什么样 不劳他们费心 但是 他们连皇室都不放在眼里 今后要多当心 书王还表示 自己和墨无秋不熟 不必如此 墨无秋眼中含泪 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 书王转身 牵着小云的手 并说 我们走吧 小云心里爽翻地点了点头 墨无秋旁边两人 连忙安慰她 她流着泪 看着书王和小云离去 小云拉着书王来到河边 建议沿河道找找 路上人太多 船夫给了他们一个灯笼 表示自己不好意思放 更喜欢看年轻人放 小云说了声谢谢 她问书王 为什么乞巧节要放河灯 书王解释了原因 为了让牛郎能认路 快点与织女相会 小云放下花灯 说了句 但愿灯火真的能照亮前方的道路吧 突然 两人听到清河的声音 便让船夫靠岸 清河问他们 到哪去了 找了他们好久 小云表示 也找了他们好久 小云和清河抱在一起 觉得他们又可以在一起玩了 突然意外发生 四周开始起火 书王让小云和清河快走 小云看到火星正在蔓延 放在那里的烟火堆 已经开始燃烧外壳了 他在担忧着 如果烧尽里面的火药 那周围的人们 想到这小云不顾严生的劝阻 挽起袖子 拿起一根竹竿 直接将着火的烟火外壳 打进水里 书王担忧地叫着他的名字 只见他不断挥舞着竿子 书王呆呆看着他 心脏跳动得很剧烈 火光中他手持竹竿 向着女战神 他回过头看着书王 书王走过来 拉起他的手 表示这样太危险了 小云炫耀自己 很厉害吧 书王表示 让他下次不许这样了 此时太子骑着马 匆匆来迟 下令把火灭了 侍卫领命 太子吩咐完后 又过来嘲讽书王和小云 着火了 还出来优惠 小云吐槽这个人 知道优惠是什么意思 书王则表示 火事已经控制 收尾还是请太子来做 书王和小云牵着手离开了 小云还冲太子做了个鬼脸 太子咬牙切齿 这笔账他改任慢慢算 另一边两人回到了将军府 书王表示要去找严生 他让小云在家等着 小云回答好的 等严生回来 他给书王放的小烟花 书王让他记得用药酒擦一下手 目送小云进了将军府 此时 书王的手下过来报告 已经把剩余的烟花控制住了 书王吩咐到 记得收吼 不要有任何闪失 手下禀报太子此行 似乎在找什么 活灭了就离开了 书王表示知道了 并问了清禾和言声的行踪 手下表示 清禾被安王接走了 书王表示他知道了 并让手下退下 他看着远处 今晚也许过得很不错 皇上质问 昨晚怎么回事 太子表示 昨夜是四皇子一手操办的 没想到会出这样的意外 若不是自己及时感到 后果不堪设想 同时 平时不爱凑热闹的书王 也在现场 皇帝让书王说说看 书王表示 昨晚七夕庙会 是陪小云和清禾去的 皇帝大怒 一拍桌子 怒骂书王胡闹 清禾快嫁人了 还带着他到处跑 书王回答 是不该如此 太子怀疑书王在现场 是借着清禾出宫游玩的纵火之人 书王则解释 火势刚起 他们就开始救火了 质问太子 为何能及时赶到 太子也表示 为了皇城的安危 他随时待命 书王表示 自己在集市中发现 被人做了手脚 怀疑是太子派人救火 是去销毁物证的 太子大怒 骂他在胡说什么 什么被动手脚的烟火 皇上表示知道了 让他们都退下 随后 又说过几天 就是书王的生日 会给他准备集观礼 让他去跟太妃说一声 书王说了声 多谢父皇 在和书王告别后 小云走进府里 突然停住在角落里 小皇叔拿太子的亲笔信 给了小云 小云问他 不好奇 自己要做什么吗 小皇叔问他 会告诉自己吗 小云表示 有事要问小皇叔 他会告诉自己吗 小皇叔表示 谁知道呢 几天后 女官吩咐手下 将集观里要用的东西 拿去给书王 小云来到书王的住处 此时这里热闹非凡 他看着忙碌的人群 心想 自己还是第一次来书王的住处 虽说是和郑太妃一起住 倒也是不错呢 下人见到小云 连忙行礼问候 他让下人去忙 不用管自己 想到昨晚 拿到太子的亲笔信 觉得既然找不到证据 那么便可以在审判的时候 创造证据 他在房中模仿着太子式的字迹 伪造了一封书信 小云无奈地表示 自己也不想当个伪造证据的坏警察 延生拨开树枝 喊着小云丫头 问他怎么藏在这里 让自己一通好找 小云问他桌子搬完了吗 延生甩甩手 表示这种事轮不到自己去干 小云问他书王呢 延生看向书王在的方向 示意在那边吧 同时也感慨 时间过得真快 小云边吃边表示认同 另一边太子和四皇子也到了 此时人已经到齐 仪式差不多开始了 小云和延生也走了过去 书王盛装出现 华贵的衣服衬托着他英俊的面庞 清风拂过他的长发 一瞬间小云呆住了 书王今天怎么那么帅 他真的长大了 想到这小云又不禁暗笑 心中道了个歉 书王的极管理开始了 一旁的太子和齐公公在小声说着什么 主持的官员宣布礼毕 表示书王可以去更换衣物了 另一边齐公公在拍太子的马屁 夸赞太子殿下英明 太子正一脸得意 享受着齐公公的吹捧 此时书王换好衣服 走过来 告诫太子和皇上派给自己的太监走得太近 会被怀疑他们私下串通 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 不是把太子和皇上手下的太监勾结 太子当场反驳说让书王少污蔑他 是齐公公不知好歹找自己的 齐公公当即表示是自己不长眼 小云在旁边早有打算 他趁人不注意 将伪造的信件丢出来 然后大喊 这是什么 有人当即捡起 太子和齐公公顿时目瞪口呆 小皇叔捡起信件 假装吃惊地问这不是太子的字迹吗 小云心里点了个赞 假装疑惑 问太子的信件怎么会在齐公公 齐公公刚要解释 小云一口咬定是从他衣服掉出来的 书王也说是太子的 并问太子这算不算人证物证俱在 书王看着信封 问太子这是他的笔记吧 这算是人证物证据在了吧 太子吃他信口雌黄 喊人把太监抓起来 小云指出太子和书王身边的齐和来往密切 并且安王殿下也指证这信封上的字迹就是太子的 书王把信封递给小云 书王指责太子 前有刺杀 后有下毒 小云问太子下毒也是他安排契合作的吧 说完便把酒倒了出来 只见酒水滋的一地冒出白烟 开始腐蚀了地板 信件上写着下毒两字 小云得意洋洋 其实信件上刺杀两字是他干的 但是刺杀可是真的呀 只要能引导更多的人去相信是太子做的 就不会有人怀疑到自己 被抓起来的太监跪在地上苦苦求饶 太子拔出手中的剑 对小云说怒斥他血口喷人 书王拔剑相向把小云护在后边 表示太子殿下这样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太子冲了过去 书王那见当下 太子怒骂书王一个猎种也敢威胁自己 鄙视他是个低贱的东西 书王满眼愤怒用力一击 却被太子后退闪开了 后面紧跟的侍卫正准备拔出腰带的剑 冲了去想要帮助太子殿下 旁边的阎生也看不下去 借用侍卫的刀直接冲了上去 两人打斗十分激烈 侍卫不敌阎生被打倒在地 阎生走到侍卫旁边把刀插入地面 嘲讽他想在这里动手 也不看看主人是谁 真是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狗 被绑起来的太监正想偷偷摸摸地逃走 只见小云大喊往哪儿跑 一手抓住太监暗倒地上 书王提醒太子这是因着太监而起 该怎么处理 太子表示这人他自会处理 并叫北延带上那个太监拉走 侍卫就这么拉着这太监走了 小云问太子就这样把他带走了 旁边看热闹的四皇子见没戏看了 就告辞先走了 身后的小皇叔却在打量着四皇子 回到太子宫内 太监苦苦哀求太子别打他 求太子相信他 太子直接让人把他处理了 太监继续苦苦哀求着 下一秒就被咔嚓了 另一边 书王坐在一边叹气 他问小云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书王责备他竟然擅自行动 小云低下头弱弱地承认 书王表示这样做很危险 问他究竟想要做什么 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影响吗 小云说他只是想帮助他 可书王担心他的安危 并不想他帮忙 小云委屈地准备要哭了 书王一脸深情地看着他 刚想出声责备他 这时小云大声对他说 两人互不干扰 书王也气在心头上 也说了两人互不干扰 这时两人扭过头去 谁都不理谁 小云叫严生一起走便离开了 只留书王在原地 过了一周 小云在凉亭发呆生闷气 骂着书王怎么回事 好心好意地帮他 还这么说自己 他掰着手中的花 一片片掰下花瓣数着书王 到底来不来道歉 一周都过去了 都没见他来过将军府 他又想起 当时书王说自己不懂他 最后掰剩一片花瓣时 竟然是不来 或许是他不懂书王心思了 伤心欲绝地站起来 想要离开 旁边的侍女安慰他 要不要再来一朵 也许有奇迹发生呢 可小云拒绝了 侍女问他怎么了 小云却转移话题说 自己想去做糖膏 过了一会 延生抱着一栏花来找小云 但是他已经出去 下人告诉延生小云 带着侍女去找书王了 此时 小云来到书王家外 紧张地敲了门 里面的侍女告诉他 书王不在家 表示郑太妃身体抱恙 不方便他进去 侍女问小云 要不先回去吧 见状小云便说 改日再来拜访 侍女作医 让他请便 小云被气哭了 不小心摔了 给书王准备的糖膏 哭诉着 这书王是不是故意躲着他 每次去他家都不在 小云哭着骂他小气鬼 臭小鬼 自己去那么多次 大门都不让进 自己也很委屈的 但谁都不能说 此时书王猛打了个喷嚏 旁边的下人问他是否感染风寒了 担心他最近都未休息 劝他要多保重身体 书王表示无碍 举起手中的毛笔 写了一堆信封 他觉得有些事要尽早解决 回到家的小云还吐槽 明明是两人的吵架 应该是眼不见为敬才是 可是又觉得见不到他很难受 长将军此时过来 告诉小云 皇家秋季狩猎开始了 关卷是可以参加 问他想去吗 他举起手说自己很想去 还叫爹爹带他去 小云心想 书王一定会去的 到时候就可以抓住他 说得明白了 书王看着宫外吩咐属下 就按刚刚说的那么半 并提醒他 记得安排好人手 侍卫作医表示好的 书王刚回到家 门外的下手 就上报郑太妃在等他了 郑太妃跟他说起了皇家狩猎的事 还坐了身衣上给书王 叫他去试试衣服 书王感谢太妃费心了 一边的侍女担心地问他 弓箭都准备好了吗 书王回答准备好了 对着太妃说 让他安心 此时 书王看向旁边的侍女 这位侍女 显得有点紧张直冒冷汗 书王回到房内 看着地图思考着太子的人 已经有所行动了 恐怕 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他放松地往后躺下 不停地念着小云的名字 他不知道太子是如何处理其合的 不过 或许自己还能将计就计 想着长将军应该会带阎生 和小云前去狩猎吧 那这次狩猎 自己不得不去了 书王突然想起来 想起上次去找小黄叔时 小黄叔告诉自己 小云也是为了自己好 才提醒自己 多长点心的 坐在凉亭的末无秋 还思考都快到狩猎了 上次没能好好邀请书王 都怪小云 一直缠着书王不放 旁边的侍女 刚好送来衣服 他让侍女先放着一会 自己就去试试 他唉声叹气 想不通 明明是自己先和书王相遇 却让那一道圣旨给打乱了 最后 凭什么站在他身边是小云 想着在这次狩猎上 能让书王想起来 那段过往就好 随后他信誓旦旦表示 定让书王想起自己 狩猎当天 一行人前往狩猎地点 马车清禾告诉小云 为了此次狩猎 自己还特地做了套新衣服 小云表示自己和哥的衣服 都是娘亲手做的 这样骑马更方便 清禾突然感慨 这样的相处时光真好呀 不知道还能看到几次 小云刚想安慰他 他却表示 不说这些伤心的事了 拿着盒子 告诉小云 这是自己特意让人 给他打了一把匕首 希望他这次能有收获 自己回去 还等着吃烤肉呢 小云答应他一定 两人相视一笑 来到了狩猎灵场 两人下了马车 小云感慨 这里不愧是皇家灵场 一眼都望不到头 他想着 赶紧去找书王 严生突然冒出故作感叹 这里虽然不小 但是与边关相比 差太远了 小云吓得一脸失色 问他什么时候过来的 吐槽他摸这把弓箭 都摸了一路 还没摸够吗 严生表示 这是将军特意给自己做的 当然是宝贝了 长将军打去严生 若是他喜欢的话 以后冬天就亲手给他做个肚兜 严生十分尴尬 表示这肚兜 就不用做了吧 自己不需要 小云与清禾在旁偷笑着 严生再次表示 真的不需要杜兜 可长将军却不放过他 继续打去他 让他不要害羞 严生只好仓促逃走 留下几人在后 捧腹大笑 此时 丘烈宣布开始 公公告知众人 陛下准备了些赏赐 希望各位殿下大人小姐们 能争取个好彩头 皇上告诉书王 近来听闻他名声不错 以及那日集冠礼 也表现得不赖 书王多谢其父皇的夸赞 一旁的太子 却气急败坏 暗骂着 书王是剑主 后面紧跟着小云 看着前面书王 想上去又不敢 突然墨无秋 从他身边掠过 往书王的方向跑去 小云想着 这墨无秋来秋裂干什么 这样跑进去 很危险 他怎么这么没有常识 小云连忙大声喊着墨无秋 墨无秋转身问他干什么 小云解释 猎场里很危险 要是伤到了怎么办 墨无秋表示 自己会注意的 不用他操心 说完便离开了 小云很是无奈 这墨无秋 太不听劝了 小云想起书王 但又不知道他跑哪去了 随后小云气嘟嘟地 坐营地里发呆 此时阎生刚好回来 喊着他丫头 自己给他抓了只兔子玩玩 阎生随手就把兔子丢给他 此时啪的一声 只见一头鹿倒在地上 常将军问小云他两厉害吗 抓了那么大只鹿 小云看着手中的兔子发呆 失了魂地硬喝两人 对面的两人低声嘀咕着 这小云最近怎么回事 阎生挠着头表示 不知道他干嘛了 提议自己去试探 他一下 此时清禾刚好过来 问他们在干什么 阎生悄悄地 让清禾去跟小云聊聊 随后便带着常将军先走了 清禾让他放心 把这事交给自己 清禾坐在小云旁边 告诉他 自己的皇兄们都出去了 问他怎么先回来了 小云抚摸兔子 解释那日 自己和书王吵架了 之后就再也没能见上一面 本想着借这次来狩猎灵场 想找他把话说开 清禾问他们 是不是吵架了 还奇怪 小皇叔没和自己提起这事 清禾安慰小云没事的 等等就和他一起去找他们 莫武秋此时独自一人走过林中 他不小心给树枝磕倒了 摔倒在地上了 连忙地爬起来 有些恼火怎么回事 就连树枝都妨碍他 一路磕磕绊绊地走着 直到崴到脚 他走到树底下 坐着哭了起来 想不到自己那么倒霉 脚也好痛 后悔自己 不应该一个人跑进猎场的 导致身上都是伤 哭诉着 这地方都没有人 自己该怎么回去 突然前面的草丛 好像有声音传来 他想着 这猎场该不会有狼的出没吧 突然书王出现在他眼前 脸上挂着伤 莫武秋看着自己喜欢的人 一时间呆住了 两人就这样忽视着 莫武秋看着前面这位男子的 不知道他是谁 小书王正准备走过来 莫武秋以为 他会过来帮助自己 结果他默默走了过去 留着他原地无语 他突然反应过来 让他等一下 委屈地说自己的手都流血了 他怎么能装作没看见 并呼叫他快来救自己 小书王叹气地回头看了一下 莫武秋慢慢睁开眼 小书王很绅士地 让他把手拿过来看看 他用小刀把 莫武秋手中的刺挑了出来 莫武秋脑胎一点都不温柔 那么大力地帮自己包扎了伤口 自己痛死了 小书王让他痛的话就闭嘴 莫武秋委屈地说 知道了 求他别那么用力 还问了他叫什么名字 小书王回答他 不必知道 还叮嘱他 回去再重新包扎好伤口 此时侍卫找到了他 告诉他 莫丞相正在找他 让他赶紧回去吧 莫武秋向侍卫 询问小书王的身份 侍卫回答 他是五皇子 还好奇他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还说殿下有交代过 见到五皇子 不许多管 原来他的名字是 纪怀安 他激动地喊着书王 我在这里 书王闻声看了过去 冷冷地嘲讽他 还需要别人来救 此时小云拿着弓箭 他刚当的声音 好像是莫武秋 想着过去看看 他躲在树后 伸出头看着 发现书王和莫武秋独处 恼怒书王 竟然在这里和小姑娘约会 自己培养那么多年 都为了狗 转头一看 还发现了 别人也在暗中观察书王 这些人表示 书王已经进到猎场深处 其中一人 马上就去叫了太子殿下 此时小云 还在观察他们说的事情 书王告诉莫武秋猎场 不是他随便能进的地方 莫武秋解释 自己知道不该来这里 但是这个猎场的深处 是他们第一次遇见的地方 书王皱眉思索着 莫武秋表示自己失言了 并问他记得那时候 救了一个受伤的小姑娘吗 莫武秋表示 自从那之后 自己就一直在关注他 一直喜欢他 他先遇见的是自己 最喜欢的人 也是自己 自己那么努力 不论是做师 还是女工 都拼命做到 就是为了能够和他在一起 难道他一点感觉不到吗 书王冷冷地告诉他 自己并不知道 并表示 天色已晚 他要是行动不便 可以坐上马车回大本营 莫武秋问 这是他的答案吗 这时传来太子的声音 他骂书王还真是列主 此时太子出现 嘲讽书王 抓着将军府 如今连成相府的女儿 也要染指吗 还说书王是个猎种 还真没错 太子拿起手中的剑 刷的一声刺向书王 后面的莫武秋 害怕地喊着书王 太子刺过来的剑 被书王一下子躲开 书王抽出自己的剑 狠狠地刺向太子身旁 太子还不屑地哼了一声 躲在后面 小云发现了不对劲 下一秒 书王就被剑射中 太子和一堆的侍卫 再围了起来 被击倒的书王 插着剑跪在地上 太子说他不是皇子 却要找方法拉 自己下皇位 讽刺他那低剑的脑子里 都打了不少坏主意吧 别以为他封了王 自己就不敢动他了 太子对身边的侍卫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杀了书王 突然一支剑射了过来 击中了前面的侍卫 原来是小云 过来就书王了 他举着弓箭 啪地击倒几位侍卫 便和书王一起对抗太子 书王问他 怎么会在这 俩人并身护着 小云建议先别管那么多 他们如今势单力薄 先杀出去再说 拉起书王的手 一起逃走 后面的太子 还紧追着不放 下令侍卫追上去 书王觉得 拉着一起跑 太危险了 他叫小云放开 让他自己先逃 小云表示自己 还有很多话没说 但一直见不到他 谁知道这次放手 下次去哪里找他 下一秒 一支剑射中了小云的脚踝 书王护着小云 俩人不小心跌进了草丛 此时小云还在书王的怀中 担心地问他 有没有事 小云说自己没有事 就听见侍卫喊着 太子他们在这边 被射中的书王 虚弱地解释 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自己不见他 只是觉得 现在不方便谈论此事 书王吹起手中的笛子 这时候 太子不知道给谁包围起来 书王表示 先回去再说事情 笛子吹响了整个灵场 此时 严生也听见了笛声 还问长将军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并指着前面方向 表示不清是什么声音 他想着 小云刚刚进灵场 好像就是去的 往那边方向 严生建议进去看看 两人便一同 往那方向走去 前面是岔路 长将军建议两人分开寻找 并递给了严生一个信号棒 让他拿着 以防万一有用 告诉他 这是做信号的烟火 白天也能看得很清晰 有什么事情 就以烟火为信号 自己会立即赶过来帮忙 还叮嘱严生 不要冲动 严生回答自己会小心的 走着刚好摸到旁边的树干 有个标记 想着 这是小云丫头做的标记 觉得应该就是在附近了 他喊着小云 你在哪里 而小云那边 还在激烈地打斗着 他好像听到了严生的声音 书王想着 是不是来人帮忙了 便吹响了笛子 寻求帮忙 太子对黑衣男子 喊着自己是当今太子 让其最好识相点滚开 下一秒 那黑衣男子便消失了 太子还嘲讽这下好了 没人帮助书王了 只见书王俩人 被擒注暗倒在地 小云小声问他的人在哪里 书王向他道歉 并让他先忍忍吧 这时 太子慢慢走过来 向书王挑剑威胁 说他不过是丧家之权 作为夏剑种 这副表情倒是不赖 下一秒喷的一声 天空出现了信号烟火 阎生刚好跑过来救他们 太子暗骂着务实的东西 阎生问小云伤得重不重 也问书王伤得怎么样 这时 太子狡辩 说自己看见猎场深处 有可疑人影 还冲上去 和他的侍卫对打 没想到是书王和长小姐 小云骂他恶人先告状 这时长将军 也刚好赶过来 问阎生 找到小云没 几人当场愣住 长将军下马 向太子行礼 太子表示 既然长将军已经到了 那就不需要他了 还批评长将军 多多管教家里的两个孩子 不懂规矩 目中无人 长将军恭敬地回应他 太子哼的一声 转头离开了 长将军 问书王有没有事 并扶着他 靠着树坐下休息 书王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长将军喊话 把马牵过来 叫他们先回去 还把随行的御医 请去帐内等候 特意吩咐 请御医的时候 动静可以闹大点 这时 小云想着 莫乌秋还在林子那边 严生还问那莫小姐 怎么会在这 小云回答不知道 心想着 是不是去找书王的 可惜离得太远 不知道 他们讲了什么 便一眼死死地盯着书王 书王也是 被这眼神吓住了 解释莫乌秋 只是脚扭伤了 寻求他的帮助 还劳烦常将军 把莫乌秋也带回去 回到宫中的太子 还在咒骂将军府 那小子真爱事 突然后面有人喊着 太子殿下请留步 原来是高公公 太子问他 有什么事 高公公说 陛下有请 叫太子殿下过去一趟 这边小云问 王太医书王 已经没事了吗 王太医回答 书王已经没事了 之后只需调养便可 小云谢谢王太医 并问他 拔剑一定很疼吧 王太医喊着小云等等 表示书王殿下 还没穿好衣服 此时 六块腹肌饱满的书王 正在穿衣服 小云看得脸颊发红 心想 自己作为21世纪的新女性 什么场景没见过 并向书王表示 自己要进来了 他慢慢挪动身体走进去 书王害羞地 快速穿好衣服之后 这边长将军 问小云身体有无大碍 小云告诉他 自己不碍事 身体健壮得很 长将军摸着小云手 懊恼着 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怎么跟他娘交代 小云安慰他 表示 若不是严生和爹爹赶过来 恐怕太子就要 对他们下杀手了 这时常将军说 这太子如此肆无忌惮 连将军府都不放在眼里 竟然对小云 也敢下狠手 书王表示 太子动手 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但父皇却从未 严惩过太子 恐怕是不愿看到兄弟吵架 小云觉得 书王的分析也有道理 书王觉得自己多年来 与将军府亲近 他不便说话 如今的太子 在皇家猎场 也敢下手 兴许是觉得 太子的位置 有些烫脚吧 书王觉得等时机成熟 太子的位置 也会让出来的 将军表示 既然书王有了主意 那就随他去吧 自己先行告退了 旁边的小云 对爹爹说 自己等等会回去 俩人在房内 默不作声 此时小云问 书王刚刚出现的黑衣人 是不是他安排的 书王解释太子 几次痛下杀手 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他问小云 是不是找自己 有什么事要说 小云回答是的 表示自己特意过来 为了之前的冲动行为道歉 自己只是想要帮他 书王没想到 他竟然是过来道歉的 大为震惊 不过他觉得自己 没能力保护好小云 该道歉的是他 下一秒 书王说了声对不起 小云疑惑地看着他 书王表示 自己知道他的好意 但齐和在他身边太久 也是时候该解决了 小云还问他 没有生气吧 书王告诉他 只是不希望 他涉足太危险的事 他嘟着脸 表示自己去府上找他 侍女们都说他不在 小云有些叹气 自己虽然不知道他的计划 但是迟早有一天会分开 目前还是以 现在的利益为先 书王要是能当上皇帝 自己能够安稳地活下去 那才是最重要的 书王伸手过去 想问小云 除了利益之外 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小云吓得脸红 问他在说什么 书王问他 这么多年 对自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他不敢支持书王 反问他 你在说什么 书王后退了几步 有些失落 像是想明白了什么 小云偷瞄几眼 问他说的什么意思 书王表示 他说的对 现在应该以利益为先 小云还心想 这是第一次 看见书王露出这样的表情 他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俩人尴尬地说不出话 小云不知 这一下该怎么办 打算说点什么暖和气氛 书王突然坐下 解释小云来府上找他时 绝非有意躲开 只是在思考着 不知如何回答他 小云表示 既然没有 那自己就不会追问太多了 追问他 有没有讨厌他 书王回答没有 此时小云终于松了口气 表示那就好 还叫他好好养伤 自己先回去了 书王回想起而时 太子对父皇说 秋烈也带着自己去吧 让他见见世面也好啊 表示自己都没见过什么大场面 要是以后遇到什么重要场合 失了传统那可不好 还得意看向自己 示意自己赶紧谢过父皇 小书王一回到家内 皇妃就问他陛下 是要带着他去秋烈吗 小书王回答 这是大哥和四哥提议的 还要求自己 跟着他们走就行了 母妃擦着小书王的脸 小书王哭泣的喊疼 母妃说疼就对了 还叮嘱他千万不要反抗 抱着书王告诉他 他们母子不该存在的 还嘱咐他好好听话 在猎场里 书王被大哥他们欺负着 还叫他去抓一只大兔子回去 好好听话 不要反抗 心想着母妃说的话 自己都听到了 可是为什么当自己回头 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 难道自己的存在 真的没有意义吗 回到家中的小云 躺着床上 觉得书王好奇怪 为什么突然问起感情的事情 自己最近也很奇怪 怎么这么执着于他 一个小孩子过会消气就好了 他突然抱起头枕坐起 想着自己该不会喜欢书王了吧 秋烈当天 小云一直犯着困 由于昨晚一直在想书王的事情 害他一晚上都没睡好 他和言生打了声招呼 问他准备回去了吗 他表示肯定 并解释 因为昨晚发生太多事情了 不太好久留 此时书王走近他 告诉他 昨晚下雨 陛下下令提前撤回了 他想想也是 他们的身体 也不适合继续求恋 书王转过头来看着他 询问他 眼睛是怎么回事 他惊慌失措的回答 是黑眼圈 心里想着 还不是因为他 他的脚步 慢慢挪到言生身边 扯着他的衣角 言生告诉他 自己要去帮将军了 他心里则怒骂 言生是傻子 看不懂自己的求救信号 他抛下一句 去找青湖了 随后 就生气地跑开了 言生问书王 他今天是不是很奇怪 书王洋装咳嗽 不予回应 他突然看到了 黄叔提前离开了 难道是有什么事吗 小云找了一圈 都找不到清禾 心想他是不是先走了 另一边 莫无秋掀开轿子上的帘子 从背后看着他 内心五味杂沉 他放下帘子 这时 丫鬟问他怎么了 从昨天开始就忧心忡忡的 他低下头说自己没事 并让丫鬟收拾好了就离开 这时 侍卫询问书王 一切都准备好了 现在要出发吗 他决定再等一下 想要和将军他们一起回去 此时小云跑了过来 喊着他的名字 书王连忙问他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小云说自己没有找到清禾 清禾送给自己的东西 也在营地里 真的很奇怪 他安抚他让他稍等一下 转头向侍卫了解情况 侍卫告知康和公主提前走了 书王觉得有些奇怪 清禾怎么会和其他的皇子一起走呢 小云很是担心 告知书王他之前把清禾送的礼物 留在清禾那了 清禾要是提前走会一起带上的 小云担心 清禾该不会遇到危险了吧 书王吐露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只是现在没有证据 只能先四处找找痕迹 小云询问他 人手足够吗 他回答目前是足够的 小云表示自己爹爹 要走在大队伍最后 现在不宜声张 他会去和阎生打配合 让他爹先走 此时清禾被绑住了手脚 躺在地上没有苏醒 过了一会他突然睁开眼睛 好奇这是在哪里 他坐了起来 想起自己刚刚还在营帐里啊 他把嘴里的东西 努力吐了出来 暗自吐槽 贼人塞这么紧 一点都不专业 他慢慢挪到床边 用指甲在上面扣 想着要留下记号 他想不通 是谁把自己绑来的 这时门突然打开了 他抬头看向门口 另一边在阎生的帮助下 三人脱离了大部队 阎生表示 勉强糊弄过去了 并问他们 出来到底要干什么 两人异口同声说 要去找清禾 阎生疑惑 公主出什么事了 两人告知阎生事情的来龙去脉 打算沿路查看客栈九四 找寻公主得下落 阎生想挨个查询 却担心客栈掌柜不说实话 此时小云心想 自己的专业知识 终于派上用场了 书王告诉他们 不用担心 会让那些人说实话的 随即就拿出一袋银子 小云看着银子心想 没想到 书王会变成这样的人 可是他们问了 一路都没有消息 阎生吐槽 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小云无奈地回复他 这才哪到哪呀 继续找吧 三人走进一家客栈 询问掌柜 昨夜是否有人来住宿 掌柜告知他们 这荒郊野岭的地方 可话未说完 就被阎生打断了 阎生问他是否确定 他表示当然了 阎生用犀利的眼神 看着掌柜 再次询问他是否真的确定 这时小云把阎生拉到一边 告诉他没有这么逼问 还是让专业的来 小云看着掌柜 询问楼上是否有房间 掌柜欲言又止 这时书王拉住小云的手 递了银子给掌柜 表示自己要去看房间 问他现在方便吗 掌柜表示可以 小云问书王干嘛 拉住自己 他解释不想他离别人太近 这他有点脸红 心想他在一个什么镜啊 随即拉着阎生往楼上走去 心里在想 书王真的喜欢自己吗 他们在楼上 看到了清禾留下的记号 小云往上面摸了一下 解释这个 是自己交给清禾的字母 建华很歪扭 他想 清禾的双手被束缚住了 书王进来前 在外面确认了 清禾他们 应该是今早出发的 阎生觉得得找掌柜聊聊了 突然外面一片嘈杂 三人决定下去看一下 他们从客栈走了出来 一个青年男子 指着三人对老者说 没错 就是他们 老者看着他们 眼神犀利 随即下令抓住他们 小云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疑惑这是怎么回事 书王表示 不该有人尾随致辞的 阎生挡在前面 让他们先走 这里就交给自己 转头告知小云放心 他哥可不是吃素的 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愿望 说完便冲出去 和敌人周旋 打斗中他转头 让两人快走 书王表示自己知道了 拉着小云就跑 小云觉得 对方人太多了 想要回去帮阎生 书王让他别担心 会有人来帮忙的 他伸出手拉他上马 两人骑着马离开了 另一边 清禾问对方 是否知道 绑架自己的后果 见对方不回应自己 他自朝着自己 真相话本里 被束缚的小姐 在被人救走后 从此获得自由 虽然很浪漫 可他的身后是夜巢 所以他不能逃 他知道对方是谁 便直接喊出 小黄叔也应该知道的吧 他告知小黄叔 自己沿路留了记号 并劝他放自己回去 此时书王他们找了过来 见识他们清禾激动地大喊 小云担心地问清禾没事吧 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 他表示自己没事 书王询问他知道 是被谁绑架的吗 这个马车 又是怎么回事 清禾欲言又止 然后编了一句 绑架他的人 和马一起掉下悬崖了 严生这边 他有些力不从心 听到有人叫他 说着他们的账还没算完呢 严生看向他 发觉他是太子身边的侍卫 问他为什么会和外族人在一起 侍卫不理会他 瞬间冲向他 表示他不用知道那么多 去死就好了 突然蒙面人打掉了侍卫手中的剑 侍卫看还有帮手 觉得今日先不纠缠 反正他要做的事 已经做完了 随后就逃离此处 他走之前放下狠话 表示下次严生 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时严生转过头 向蒙面人道谢 却发现他消失了 严生好奇 那些人是谁 太子身边的侍卫 又怎么会跟外族人在一起呢 他突然觉得有点累 担心自己这么弱 以后如何抵挡千军万马呢 另一边小云关心着清禾 问他真的没受伤吗 清禾让他安心 自己真的没受伤 小云告诉他自己吓死了 不过他没事就好 两人对书王说 快回去帮助严生吧 书王也表示赶紧走 回到皇宫 书王告诉小云他们 自己要和严生 先去通报父皇此事 让他们先回靖方阁 小云回答好的 他们刚回到 嬷嬷就跑了出来 喊着大公主可算回来了 娘娘要担心死了 嬷嬷问清禾没受伤吗 随后他安排小云 先去他那里休息 这时景妃娘娘跑出来 拉着清禾到处查看 问他有没有受伤 清禾回答自己没事 多亏小云把自己就回来 景妃对小云表示感谢 小云说客气了 公主平时对自己很好 何况自己也没做什么 都是他哥挡住人的 景妃插嘴问他是颜公子吧 表示颜生的事 自己也略有耳闻 若是有机会 他也想见见那孩子 这时太监告知景妃 皇上晚些会来用晚膳 景妃回复自己知道了 并感谢太监的传达 见太监没准备走 便问太监还有什么事吗 太监禀告公主的喜福做好了 皇上拆他拿过来 让公主试试 小云看着清禾忍不住叫出声 清禾告诉小云自己没事的 让他先回去 晚上清禾拿着一封信 宫女提醒他早些休息 他把信放在了桌子上 晚上高嬷嬷来了将军府 丫鬟给他行礼 小云疑惑 这么晚了 高嬷嬷怎么来了 嬷嬷嬷表示 明天公主就要出嫁了 今夜皇上特准许他进宫 陪伴公主 小云压抑这么快吗 自己才回来几天 他让嬷嬷等自己收拾一下 便让丫鬟去找颜生 让他送自己过去 不一会 丫鬟来报 马车准备好了 小云抱着一个盒子走了 到了皇宫门口 他对丫生说 到这里你就不能进去了 有什么话需要带给清禾的吗 丫生却站在那不说话 他有点无语 便让嬷嬷带自己进去 小云走后 丫生拽紧自己手中的兔子 刚到达进方阁的小云 就喊着清禾 清禾表示 他终于来了 小云表示 一听到消息 他就让哥哥把自己送来了 此时 清禾垂下眼 感慨 原来丫生也来了呀 小云表示 丫生太大了 不然就让他男扮女装溜进来 清禾笑了 真想看看 丫生穿女装的样子 他让小云 不要那么沉闷了 拉着他表示自己 特意备了一桌好菜 可以边吃边聊 小云想起 初见清禾的时候 他一上来 就把自己按在了地上 清禾表示 小云以前小小一只 自己一看 心里就喜欢 两人感叹 时间过得好快呀 好像一眨眼 什么都变了 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 小云说 父亲为了国家大义 总是抛弃家庭 还有许多人 也是身不由己 却为了国家 也是义不容辞的 可是除去这个身份 大家都是普通人罢了 清禾感慨是啊 普通人都已经奋不顾身了 自己这次 就用和亲来保护他们吧 小云看了一眼清禾 清禾表示 不用担心自己 想在离开前 问小云一件事 他问小云 喜欢书王吗 小云连忙摆手 虽然和书王有婚约 他欲言又止 说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对书王 是什么感情 刚开始觉得他挺坏的 后来 只觉得他可怜 上次吵架 见不到他 竟然会想念 自己想帮他 可他却问他们之间 是不是只有利益关系 小云感慨不知不觉间 好像他的生活里都是他 清禾看着他 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 书王很在意他 如果喜欢 就大胆一点 别像自己一样 清禾抱住小云 让他给阎生带句话 祝他前程似锦 得偿所愿吧 清禾回想起 自己第一次 见到阎生 那是在一个 星火灿烂的夜晚 他正在焦急地寻找他 那时他就像一束光 照亮了黑夜 自己忍不住为他欢呼 心想他一定是 从画本里出来的 记得那天清禾第一次求小皇叔 带他去将军府 说要去找小云玩 其实他带了歪心思的 清禾整理好自己的衣着 然后飞奔出去 大声喊着小云 告诉他 因为宫里太无聊了 就出来找找乐子 当看到小云他们在练剑 便提出 让他们娇教自己 小云把剑给了清禾 可没过一会 小云便娇累了 突然延伸过来 抓住清禾的手 指导他 应该是这样 当他的手附上来的那一刻 除了那巨大的嗡鸣声 他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等他意识到 便急忙放开了手 并且道歉 表示公主有什么不满 可以惩罚他 千万别讨厌将军府 清禾表示 自己不会讨厌将军府的 也不讨厌他 只是自己要回去了 他笑着问言声 下次来他 还能教自己练剑吗 他害羞地回答好 自己一定会认真教的 他伸出手喊着拉钩 他也不觉得幼稚 就真的和他拉了钩 从此他的心灵 又多了一个秘密 严生抓住 书王身边的太监 责怪太监 去哪都要跟着 书王解释 今日公主要来 他去接他就来得晚了些 表示 现在就跟严生一起过去吧 严生决定 先把这个太监关起来 因为他太吵了 严生打开房门 开心地叫着清禾 清禾看着他 低头笑了笑 他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两人内心暗喜 又一次见到对方了 不久后 清禾泪眼汪汪地告诉严生 自己要去和清了 严生心想 他是公主 而自己只是遗孤之子 自己终究是什么 也不能做 他失落地对他说 要多珍重 此时 小皇叔叫住严生 他疑惑地回头 小皇叔说 要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带公主走 他表示自己虽不聪明 但也不傻 倘若自己真的带他走了 将军府的处境会如何 就算抛开这些不说 带他走后 也只能躲躲藏藏 碍事责任和尊重 从来不是冲动 小皇叔很是激动 质问他难道清禾 就该被牺牲吗 他坚定地说 清禾去和清 是他要走的路 而让这世道 不用以和清来求安稳 才是我要走的路 那年上元灯节 他们一起出去逛灯会 清禾兴奋地想 拉着小云去看花灯 后来发现自己拉错了人 严生看着清禾 脸上有些温热 他分不清 是因为晚风吹拂脸颊 还是羞怯带来的温度 他扯着自己的衣角 从人群中跑过 他在前面跑 说着真好看啊 然后转头看向自己 问他觉得怎么样 两人坐在台阶上 彼此尴尬 双双脸红 他想是自己跑得太快 拉错了人 而严生也十分慌乱 不知所措 便转头问清禾 是否喜欢花灯 清禾的眼神 突然暗了下去 小时候 乳娘给自己 送了一盏兔子灯 自己可高兴了 可惜 那灯虽好人心却坏 后来 自己也不再想拥有了 严生看着他 难怪他 只是拉人来看花灯 却不想买来自己放 他感慨 自己小时候 也经常有花灯放 边关虽然少有这些 可每年爹爹 都会给娘亲做一盏 后来战士起 安宁不在 自己就没有父母了 所以他想成为大将军 为他们报仇 清禾抓住严生的手 严生有些震惊 他安慰他 一定可以如愿的 他在想 如果自己足够强大 是否也能把他带回来 他总觉得 他看向自己时 他的眼睛里 有千万颗星星 可是为什么 总是夹杂着一丝悲伤呢 严生问小云 他们女孩子 都喜欢什么颜色的布料 小云戳了戳他 问他是送给哪家姑娘的呀 他没有说话 默默地弄着布料 小云看着他 欲言又止 他突然说 自己都知道现在的他 根本配不上清禾 他告诉长将军 自己想去参军 将军担心 他是副将唯一的孩子 而自己一直希望他平安 可想到这将军有些失落 经过一番思考后 他叹了口气 表示严生已经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很好 这话让严生愣住了 将军表示 去军营里好好锻炼 要是严生累了就回来 这里永远是他的家 严生坐在窗台上 望着月亮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与此同时 清禾也在呆呆地望着月亮 这时有人进来了 高嬷嬷在给清禾梳妆时 叮咛着他到了那边 也没有熟悉的人 自己实在放心不下 清禾告诉高嬷嬷 自己已经长大了 也有自己的手段 他让高嬷嬷留在宫里 陪伴他的母妃 他看着高嬷嬷 托付他照顾好自己的母妃 别让自己离开时 也得不安心 嬷嬷嬷答应 会尽心尽力照顾皇妃的 早上小云 从清禾那里出来 严生问他 昨晚和公主聊得挺晚的吧 他说是的 他揉了揉他的头 小云有点难过 他让他别想那么多了 今日进宫的人挺多的 让他先去换衣服 突然听见有人在叫他们 两人转过头 男子寒暄着 这不是将军府的人吗 长小姐好久不见 两人疑惑 这个人是谁 满脸写着 不认识 男子健壮 气愤地跳起来 怒吃他俩 竟然连自己都不认识 他可是汉林院 长院之子 小云这才想起来 他好像是 墨无秋的舔狗 小云抬头看着他 问他有事吗 他说 小云平日里 为难他的无秋表妹 可别想就这么算了 严生不乐意了 他妹妹怎么了 你也不看看 是谁先惹事的 小云拉住他 让他别和那人计较 但两人还是大吵起来 大战三百回合后 两人气喘吁吁 男子要到自己表姑婆 面前说说 他问小云介意吗 小云疑惑他表姑婆是谁 严生说 应该是当今太后 他感到震惊 这不是上一届 攻斗冠军吗 打不过打不过 但是气势不能输 然后告诉对方 当然介意了 黄公子邀请我就要去吗 我们很熟吗 男子冷笑 嘲笑他 不会是心虚了吧 他解释自己 心虚什么 今日在宫里闹事 怕是不太好吧 找麻烦 也是要看日子的 男子表示自己不怕麻烦 还说宫里最多的 就是秘密了 说吧 就要叫人强行带走他们 此时 有人让他们等一下 只见楚西河 正在摆出场造型 表示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大家就不要动手动脚了 就当给他的面子 三人瞪大眼睛看着他 有点无语 问他是谁 他吐槽自己来这边这么久了 大家都不认识他 也太伤心了 他拉住严生 激动地表示 在这边也能见到老乡 这让他太感动了 他看着严生的眼睛 说严生不是纯种的老乡 他失落拍了拍严生的肩膀 表示自己认错了 严生应该不是在那边长大的 而后又笑了笑 表示认错也不奇怪 严生是有他们那边的血统的 他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大英国看看 那里应该算他的第二故乡 红头发是他们的特质 那里牛羊成群 有着最广阔的土地 黄公子问身边的内侍 这人是谁 小云则觉得这么能傲 应该来自草原 楚西河表示 像严生这么小巧的男生 一定会很受欢迎 小云拉开两人 表示严生不需要受欢迎 他有CP了 自己还没刻到结局呢 楚西河让他不要着急 小云向楚西河表示感谢 他告诉楚西河今天赶时间 下次再聊 说完 拉着严生跑了 楚西河觉得小云很可爱 像只小羊羔 这时 黄公子问他是赤英国的质子吧 他转头看了一眼 问他怎么还在 黄公子问他 特意来帮将军府的人 他们很熟吗 楚西河打断他 表示自己和他们不熟 黄公子本想问他那为什么 却楚西河再次打断 他表示已经很晚了 再不去 就要错过公主出阁了 随后就跑开了 黄公子很是生气 骂他该死 算他们好运 一事快开始的时候 小云兄妹俩 还在找位置 书王拉住小云 问他是不是找不到长将军了 小云解释 遇到点事耽误了 现在人太多就找不到了 书王让他们跟自己站在一起 这时 侍卫汇报花已经送到了 小黄叔问侍卫 公主今天好看吗 侍卫回答高嬷嬷说 公主今天好看极了 听到侍卫的话 小黄叔有些低沉 侍卫问他 今天不去看一下吗 他说不必了 随即感慨 自己终究是谁也守不住 另一边太监禀告皇上 及时已经到了 皇上让期开始吧 理官大喊 及时已到 开城门 只见一行人 抬着花轿出去 看着远去的清禾 小云有杆发 他拉住书王的手 书王转过来看着他 有点担心 小云问他人 为什么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清禾那么向往自由 就因为一道圣旨 他的婚事 就这样敲定了 甚至连使臣都没有见到 而我们什么 也做不了 没有权势 真的就什么也做不了吗 他回答是的 在这个王朝 权势越大 掌握的就越多 无论再怎么努力 也抵不过皇上的一句话 小云告诉书王 他们的人生不会 就这样被决定 自己要努力改变 争斗才刚刚开始 他会做书王的利人 书王看着他 亚裔他总能说出 令自己惊讶的话 小云握紧他的手 表示一切还没有定数 还有翻盘的可能 他们就赌一场吧 用尽所有的筹码 皇上和皇后在城墙上 看着清河远去 城墙下的他们若有所思 此时小云问书王 要不要一起冒险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自己乐意知智 据清河去和亲 已经过了几个月了 小云百无聊赖地在家散步 他打开严生的房门 喊他去散步 严生朝他怒吼 让他先敲门 他解释自己已经敲过门的 还问他是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严生很慌张表示 自己没有什么隐瞒的 他觉得他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也该懂点规矩了 他知道他一定藏着什么 忽然他看见了他平时的衣服 小云问他干嘛在收拾行李 以为他要离开 他刚想解释 小云直接打岔 说他想去和亲 这倒是让他听得一头雾水 小云非常激动 不断地给他加油打气 他抓住他的手 低下头轻声告诉他 自己要去军营了 小云十分担心 他表示自己现在太弱了 想去军营锻炼自己 提升自己的地位 去保护亲和 他已经跟将军和夫人说过了 但是他担心 小云会哭鼻子 小云说 自己不会的 他抓住他的手告诉他 自己不会拦着他的 他们将军府 是他永远的后盾 他让严生好好照顾自己 严生眼角一酸 随即 他转变为一张笑脸 他担心小云看见自己难过 严生走后 小云照常过活 吃饱喝足的他 躺在地板上 绞尽脑汁的在想 怎么帮助书王 可是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因为太无聊了 他烦闷地打着滚 此时书王走了进来 他回头看见书王 问他怎么突然过来 书王表示 听说他近日心情不好 所以过来看看他 书王看着嘴角 沾着果肉的小云 扑斥一笑 他问他笑什么 他捏着他的脸 嘲笑他像只大花猫 小云慌忙擦擦嘴角 他提议去外边看梅花 小云觉得 终于有人陪自己玩了 他看着梅花 很是开心 而书王则在后边 看着兴奋的他 他问他是怎么找到 这大片梅林的 书王表示 是听工人提起的 线下也是梅花的季节 就想着带他来看看 说完他就把自己 捏的血兔递给他 小云被这只兔子可爱到了 他没想到 书王还有这种手艺 他忽然想到什么 打算就给他挖坑 调侃以他的能力 一定还会别的吧 书王无奈地吐槽 他真的把自己 当作万能的了 突然一只叼着荷包的鸟 急速飞过 吓得他摔了血兔子 他非常愤怒 小鸟因为过于嘚瑟 不小心撞上树干 掉到地上 钱袋子也散落在地上 小云捡起钱袋子 书王表示这是英国那边的样式 突然冒出一个人 他很开心有人能认出他们国家的东西 他感谢小云帮自己捡起钱包 小云淡淡地说没什么 他忽然发现 楚西河就是那天在宫里帮助自己的人 楚西河兴奋地承认就是自己 他牵起他的手很开心 他能记得自己 可能是自己给他留了个好印象 他一定是喜欢自己的 小云听他的语气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时书王扯了扯小云的衣服 他把小云拉到身后 问他是不是赤英国的皇子 他激动地表示 好久没听见别人这么叫自己了 他感受到了书王的尊重 毕竟大家都叫自己质子 小云问书王这人到底是谁 书王介绍他 就是赤英国主动送来求和的质子楚西河 小云吐槽他人是蛮好的 但好像有点社交牛逼症 楚西河觉得两人对自己很是敬重 他很高兴能认识到他们 小云表示 钱包已经还给他了 那他们就先撤了 可是楚西河却叫住他 此时 楚西河头顶的鸟想要飞起来 书王立即叫了出来 让小云小心点 只见小鸟直接往小云的怀里钻 楚西河兴奋地解释 阿六顿这么做 是因为很喜欢小云 他打算邀请小云去吃家乡的特色菜 小云摸着阿六顿的头 有点尴尬地表示 不用了吧 可是他突然间给小云戴高帽 小云只好勉强答应 书王觉得 就他俩去不合适 所以打算也跟过去 可楚西河却说他保护过度 他又不是小云的爹 书王指明 自己受长将军之托 保护小云 他觉得 楚西河第一次与小云见面 就要单独相约 反而更不合理 两人就这么僵持着 小云突然觉得自己 好抢手呢 心里有点美滋滋的 吃饱喝足后 楚西河约小云下次一起玩 小云开心地答应了 书王拿着阿六吨 还给楚西河 他警告楚西河和小云 保持一点距离 楚西河无语吐书王 就他叫得自己叫不得吗 书王一脸不高兴地跟他告辞 他却殷勤地跟小云打招呼 小云这才发现 书王不开心 到了将军府 书王冷冷地示意小云进去 小云问他到底怎么了 他表示 今天去楚西河那边吃饭 是不好的 楚西河只是质子 而且两国的关系也不太确定 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才安全 他吞吞吐吐地说着 所以 小云直接问他 所以什么 他挣了正气 所以他不想小云和楚西河离那么近 他觉得这样不好 小云知道他吃醋了 忍不住想要逗逗他 洋装楚西河很热情 所以自己不好意思泼冷水 书王提醒他 那人靠近他绝对有什么阴谋 小云上前喊着他的名字 他有些害羞 小云捧起他的脸 直到两人越来越近 他喊了他的名字 告诉他自己永远与他站在一边 让他不需要担心 看着他的承诺 书王愣住了 突然脸一下子通红 他受不了 便拿开他的手 让他赶紧回去 转身逃命式地离开 小云在后面大笑 没想到 书王竟然紧张得同手同脚 在寒冷的天气里 小云哈着气 回想他刚刚的表情真的很可爱 第二天 阿六敦又跑来找小云 楚西河跑出来 阴阳怪气地吐槽 想要避开书王 找他 还真的是不容易 小云表示 他来找自己 应该没什么好事 原来他想把阿六敦寄养在这 小云严肃地问他 到底想做什么 他哭诉阿六敦很能吃 自己只是质子身份 都快养不起他了 他觉得 小云很善良 应该会帮他照顾阿六敦的 他可怜兮兮地求他 答应自己的请求 小云无奈地问他 还有什么 需要他帮忙的吗 他觉得 这正是卖人情的好机会 求得越多他欠 自己的人情就更多 想想都很划算呢 这时 楚西河觉得 他有点阴险 随即与他到辞 表示下次有需求 会再过来 小云觉得自己 没那么可怕吧 此时 书王在背后喊了他一声 他有点尴尬 幸好楚西河走得快 书王表示自己看到楚西河了 而且 看见他们两人 聊得也很开心 小云急忙解释 两人坐在梁亭 谈论着楚西和真正的目的 看着阿六敦 撕咬着自己的衣服 书王嘱托小云 小心这个小家伙 小云两手脱腮 一脸可爱地问他 是不是在担心自己 他坦白自己 每天都在想着他担心他 小云 被他突如其来的表白给吓到了 他突然站起来 问他平时有没有想起自己 两人就这样凝视着对方 小云脸红地一时回答 不出他的问题 自己以前只是闹闹他 但是现在呢 他想要什么呢 小云闻到熟悉的味道 看着他英俊的脸庞 他害羞地告诉书王 自己也会想起他 小云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他了 这时阿六敦打断两人的尴尬 小云赶紧抱起他 说要带他去喂食 说完就火速逃离现场 看着他逃离的背影 书王终于绷不住了 回想他说的话 庆幸他还会想起自己 一下子春天到了 小云在和阿六敦聊着天 他好奇 书王在那次过后就不来了 这时 楚希和突然冒出来问他 书王怎么了 小云被他狠狠吓了一跳 楚希和解释自己 喊了他好几声都不见回忆 还好意思凶自己 小云问他过来干嘛 他表示 是来看阿六敦的 他问他是打算 现在接走阿六敦吗 他扮作可怜 问他是要赶他俩走吗 看着一人一鸟 发出的可怜光波 他有点招架不住 他跟小云解释 自己来的目的 小云问他 要带自己去哪 他解释是 书王不会带他去的地方 烟花柳巷里一个 打扮妖艳的女子 向客人撒着娇 小云第一个见到这种场面 一下被吓呆了 不过他也提起了兴趣 着急地想要进去见识一番 楚希和表示 不是在这里 而在另一边 看向他指的方向后 小云有些失望 原来 他打算带他去赌场 一进去就备受小二的欢迎 并向他们讲解赌场的玩法 一帮赌徒在这里沉迷其中 不可自拔 这里便是小道消息的传播地 此时 他们正在谈论 太子召集私兵的事 还说太子地位不保 目前战上风的是不得宠的老五 看着两人毫不避讳谈论此事 小云觉得这两人真的很蠢 刚想问楚希和平时来这都在干嘛时 转头一看 发现这人正在嗨呢 他不是说自己没钱吗 溜达一圈后 小云觉得这里蛮无聊的打算走了 刚出门就看见书王 这把他吓了一跳 他立马躲在门后 生怕被书王发现 书王突然第六感爆发 感觉小云就在附近 过了一会 小云才把头伸出门外打探 书王突然冒出把他吓了一跳 他知道自己这下死定了 便半座路人打算快步离开 书王也配合他 演起了戏 表示与他一见如故 想要一句把酒言欢 他回头表示 不好意思让他破费 这时 楚希和不合时宜的 在后面喊着小云的名字 楚希和才发现 书王也在 他问书王到这里做什么 书王拎起当场射死的小云 表示是来抓某些赌徒的 楚希和心中有愧 立马向他认错 表示不该带小云来赌场的 书王觉得他太容易服软了 他却说大丈夫能屈能伸 见他如此滑头书王也不再说什么了 直接把小云带走 小云被书王牵着离开赌场 还不忘和楚希和道别 他问书王带自己去哪 书王让他陪自己去一个地方 小云回过头 一直觉得阿六蹲在附近 但想想又觉得自己可能眼花了 不一会 两人来到一个住宅 住宅是书王的 外边也都是书王的人 他忽然想起自己在赌场听到的 太子养私兵的事 便问他是不是也有这么做 书王一下子否认了 解释这里都是郑太妃的人手 原来这段时间他都在忙郑太妃的事 怪不得没时间顾及变国 书王表示 这边还没来得及整理 有些简陋 现在虽然入春了 但是还有些冷 所以他让人准备了椅子和毯子给他 小云看着他有些发愣 他比之前有点多愁善感了 劝告他小心点郑太妃 虽然郑太妃以前对他很好 但是现在以形势来看 应该没那么简单 他觉得他应该早有察觉了 书王觉得小云很聪明 一定会知道自己的想法的 他们讨论着变国的事情 也担心清河在那边的处境 小云想让人去探探夜朝的境况 他提醒小云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这些事情他会去安排人做的 想到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 小云有些沮丧了 书王一个弹指让他从思虑中走出 他抱着疼痛的额头质问他 他告诉他清河没那么弱 自己也会想办法打听消息的 让他不要再担心 也让他相信自己 小云忽然觉得 这小鬼是让自己依靠他 这是在给自己安全感吗 被谈了脑门后 小云的思绪一下子被打开了 忽然想到什么阴谋 他笑出了声 书王见他笑得那么开心 以为他是在嘲笑自己 他擦擦笑出的眼泪连忙否认 书王问他想到什么了 他表示自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计划 让他也相信自己 还表示自己已经想了很久了 很想跟他分享 小云告诉书王自己蓄谋已久的计算 现在便国内乱 他们不如来个黄雀在后 如今夜朝并非大势 四周的国家也在虎视眈眈 在乱世为了翻身 他只有冒险去做那个英雄 如今储君不让他们将军服好过 他们不能让储君与他们结庆的规定失效 为了父母 他也只能 没等他说完 他补充了一句 也是为了你 书王问他 还记得那个小时候 给没讲完的故事吗 小云表示 记得当时还未没听完难受了好久 他问他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 他解释 这里是他生母入宫前的旧居 他找了好久 也在这里弄明白了一些事 小云想与他一起去冒险 同样的他 也想把自己的全部都交付给他 他看向小云 问他还愿意听完这个故事吗 随即他开始说起了儿时的事 那时他端来一些糕点给母飞 因为他知道母飞近日身体不好 所以特地带来这些糕点 他问母飞今日身体可有好转 黄飞慈爱地看着他 表示自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还问他是不是又去太妃那边玩了 他兴奋地告知母飞 自己每次去太妃那边都有好吃的糕点 黄飞夸赞 他还记得给自己带糕点 小书王告诉母飞 下次他过去的时候还给他带 黄飞夸赞他有心了 这时一只蝴蝶被花香吸引过来 看着满园盛开的鲜花 他兴奋地跟母飞分享这番美景 黄飞想起自己入宫前 家宅里种了一棵很大的白香木 每到春天都会开满白色的花 他当时很喜欢在树下喝茶打盹 小书王趴在桌子上 养着头问母飞那棵树比这棵大吗 他刮了刮小书王的鼻子说 比这棵大多了 花开满后院子里都有一股清香 小书王让母飞带自己去看看 黄飞也兴奋地答应了 但是他却突然想起 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董事的小书王向母飞道歉 表示这里也很好了 小书王拿出一封信 解释是太妃给他的 他把信给母飞后 突然想起 还有一个物件 没给他就跑回去找了 黄飞看着他拿来的东西 一脸的难以置信 小书王把手镯交给母飞 他紧握着手镯 一脸痛苦 还流着泪 他害怕地喊着母飞 黄飞从痛苦转为愤怒 指责小书王 不应该是自己的孩子 他不应该在这 为什么偏偏要选上自己 他觉得 要是没有小书王 他就不会在这 突然他掐着小书王的脖子 小书王甚至不能呼吸了 一边宫女害怕地叫醒他 直到制止了黄飞 小书王才得以解脱 他猛地咳嗽 宫女知道黄飞的义证又犯了 他抱着小书王 紧急离开了这里 小书王不停地哭闹 他含着泪 难过地看着母飞 宫女把他放在安全的地方 就离开了 他要回去黄飞那边帮忙 小书王想不明白 母飞为什么会发病 难道是因为这个手镯吗 他躲在石山后边 看着漂浮在空中的纸鸣 觉得他很好看 而远处正是太子与皇后 他十分羡慕他们的母子之情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飞 皇后突然听到了小书王的声音 他看着他满是嘲笑 太子突然想要戏耍他 皇后也同意了 并让侍卫同去 说完 太子激动地跑向他 小书王害怕急了 猛地逃走 他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这时 太子追了过来 他原想要进去抓小书王 却被宫女拦住了 表示这里脏乱 怕弄伤了尊贵的太子 小书王躲在墙角不敢出声 直到听见太子说要回去 太子走后 他安抚着自己 他抬头才发现自己也不知道 这是哪里 忽然出现一个头发凌乱的女人 问她是谁 为何会在这里 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小书王惊恐地看着她 他礼貌地向她行了个礼 在自爆家门 听到她说的 突然女人激动地抓着她的肩膀 原来她认出了她是谁 她问她母飞最近还是疯疯癫癫的吗 她一时语顿 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疯癫女人 突然地把往事都吐露了出来 原来当年她为了让皇妃替她代孕 不惜给皇上下药 最终皇妃生下小书王后 得了疫症 在病发时被皇上发现了 皇妃才坐上妃子之位 可如果代孕的是没被发现 小书王就是疯女人的孩子了 她抓着小书王 让她喊自己母妃 小书王惶恐地挣脱她的束缚 想要逃离这里 疯女人在后面喊着 让她别跑 她母妃身份低贱 给不了她什么支持 只有自己母家 才能给她想要的地位 小书王忽然想明白 为什么父皇会讨厌自己了 原来 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低贱的宫女所生 她跑回母妃呢 刚进门 就被宫女拦下 原来她的母妃早已躺下 她趴在床边 抓着母妃的衣角 她终于知道 母妃为什么会得疫症了 难道她要听母妃的话 不去争抢吗 还有 她应该像母妃说的那样 不该存在吗 有一晚上 皇妃的宫里着了火 宫女们都在救火 她们都说 这火是皇妃放的 因为她的疫症又犯了 她看着火红的火光双眼 早已布满了泪水 小书王惆怅地 看着开满花的白香木 她讲起自己也是从那天起 才开始为自己打算的 但是那天过后 她就被送出公封了王 也送到了郑太妃那边 她当时也去寻找真相 过后她才知道 那个疯女人 说的都是真的 她找了好久 才找到母妃说的宅子 这里 也像母妃说的一样 很香很香 她知道了 自己不得父皇看中 是因为自己身份低贱 如果不是当年太后 要求留下自己 估计自己不会存在 这个世界了 她觉得 想要让父皇看到自己 真的很难 看着情绪低落的书王 小云十分担心 书王摸着她的头 让她不要过于担心自己 她很感激父皇 把她赐婚给自己 要不是 遇上他们一家子 自己也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忽然下属一声通报 她知道 有人过来了 小云好奇地问 是谁 她转头告诉她 自己已经把底牌告诉她了 也把自己都交给了她 听到她的表白 小云激动地看着她 另一边 太子搂着一位美人 嘲笑变国 妄想把女人安插到她这 旁边下属建议太子 打着救公主的名义 起兵变国 趁机拿下变国 太子却说 现在兵权都在常家那边 而常家现在已经是书王的走狗了 下属表示 不是用常家兵 而是用自己的人 太子焕然大悟 自己养了那群人那么久了 也该让他们发挥一下作用了 下属询问赤英国太子 给她寄的信 她意下如何 太子表示 这是她会安排老四去做的 下属回答是的 但是她脸上的笑容 却不明深意 这边 侍卫禀告小云 自己已经把人都送走了 她问小云 是不是把书王的人都认全了 小云表示自己都认全了 见天色已晚 她转头 跟书王道别 但是她早已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侍卫也很惊讶 很难得见书王睡得那么香 小云不忍心叫醒她 她让侍卫下去 自己留下照看她就好 她给她披上毛毯 入迷地看着她沉睡的容颜 小云拨开她的刘海 想要看得更清楚 发现自己都没有 好好地看过她的脸 原来她的眼睛 鼻子嘴唇都那么好看 她看入迷了 不自觉地往前靠近 闻到了一股好闻的味道 她身上的味道 配合着现在温和的天气正好 她不自觉地吻上她的眼 沉睡中的书王 眼睛微颤 此时 她突然一个翻身 把小云吓了一大跳 她才反应过来 做了什么 惊觉自己 刚刚被朱佑蒙了心 她脸红心跳 懊悔不已 但是她不知道 书王其实早就醒了 她耳朵泛红 嘴角还露出羞涩的笑容 此时 她也是满脸羞红 天色渐红 两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云觉得 都快到家门口了 可两人还是不知道说点什么 很是尴尬呀 她偷偷看着书王 想着她应该不知道 自己刚刚吻了她吧 她鼓起勇气 想要问问她 但是她又不想太直接了 书王看着一脸纠结的小云 小云有些无措 她轻轻一笑 她特意先开口 表示自己今天睡得很香 那里就像她母妃说的一样 很适合打盹 小云一脸灿烂 建议她下次 还去那边午睡 就这样 两人打破尴尬 走在被晚霞笼罩的路上 这边楚西河 早已在小云家门口等着 小云看见她坐在这 很是惊讶 她问楚西河 没发生什么事吧 楚西河看见她和书王一起回来 她很是吃醋 语气不好地表示自己 想找书王有事商谈 他们来到一处凉亭 楚西河把事情 都跟他俩说了一遍 小云惊叹 原来楚西河已到回国年限 但是他们的太子 不希望他回去 书王问楚西河这消息可靠吗 楚西河表示 这是自己性命攸关的事情 自己不会开玩笑的 他在赌场分离后 结了一只笋 原以为是阿六敦跑出来 没想到是别的笋 还带来他们国家传来的信件 那是是他二哥的信件 里面是关于他们国家的现状 他与嫡长子是兄弟 他的哥哥 就是他们国家的太子 而他从小就不追求权利 只想自由自在 他的母后 也常说他不求上进 而父皇却非常宠密他 信件上面 写着他大哥监管不力 害父皇被刺 就自财谢罪 如今他的父皇 仍重伤昏迷 而他的二哥 却坐上了太子之位 他知道自己大哥的性子沉稳 怎么会出现这种疏忽呢 他不会就这么一死而知的 如今他归国在即 他担心他的二哥 会半路截杀自己 所以他希望书王能保护自己 向皇上申请 一路护送他回国 书王问他 为什么会找上自己 自己又不一定站他那边 楚西河表示 在与书王相处的这段时间下来 觉得书王很像自己的大哥 所以也只能拜托他了 突如其来的信任 让书王一时雨色 小云也着急地问书王怎么想的 书王无奈地表示 自己会去争取 护送他回国的任务 也许还有机会 楚西河一时激动不已 大赞有他们真好 这边太子问下属都安排好了吗 下属表示 安排好了 太子一剪刀 把盛开的牡丹剪断 下属禀告 本来应该是四皇子 送楚西回国的 但是现在改为书王了 而皇上也同意了 太子皱眉 怒骂书王 不过一个废物 还敢来掺和 既然这样的话 就把他一起做掉了 一杀二鸟也不错 这时 牡丹花下 正是被楚西河拦截的信件 原来这封信 是他二哥寄给太子的 天空下着雨 小云坐在踏上感叹 如今清河驾驱变国 延伸去了军营 现在连楚西河 都要回赤英国了 就连阿六敦 也要回草原了 不过有书王的护送 他们一定能平安到家的 但是护送路上危机重重 也不知道 书王能不能平安归来 他很是担心他 这时 书王的声音突然出现 原来他听到小云的话了 小云被吓了一跳 阿六敦也是仇视着他 小云问他 怎么有空过来 他表示自己知道 阎生不在 怕他无聊 所以 自己一有时间 就会过来看他 他调侃小云 只有在离别时 才会舍不得自己 他连忙否认 且是因为 大家都一起离开 而自己只能留在家里 什么也做不了 书王轻轻拍了拍他的头 但是他被他突然的举动吓到了 他告诉他 自己离朝归期不定 得拜托他 去帮自己监管一下了 他知道自己这次远行 四皇子肯定有所举动的 因为有他在他 才能安心送楚西河回国 书王让小云照顾好自己 等他回来 小云乖巧地硬了声号 但是这次远行 他一定很危险的 书王问他 是不是在担心自己 他没有否认 告诉他自己会想他的 这话让书王愣住了 小云红着脸告诉他 他离开太久的话 自己也会很无聊的 知道小云嘴硬书王 就不跟他干了 他告诉小云 自己明早就会启程 他也会争取早点回来 小云提醒他以安全为重 他告诉小云 他回来的时候 有些话想要告诉他 小云着急地问他 就不能现在说吗 他摇了摇头 他靠近小云 表示有一件事 现在可以做 小云问他是什么 书王吻上他的额头 此时 两人的心脏 砰砰直跳 小云也是飞红了脸 书王让他下次 不需要偷亲自己 小云一时慌了 红着脸否认 他质问他那天 是不是装睡 书王立即逃跑 小云不停在后面 追着他骂 留下阿六敦 独自为自己的主人不平 打闹完 小云把书王送到门口 书王让他赶紧进去 担心他着凉 小云问他 如果在路上遇到刺客 没等他说完 书王就插嘴 让他安心 到时 自己不会手软的 书王叮嘱他 在家也要万事小心 小云对他点了点头 忽然他觉得 书王一下子就这么高大了 而且目光坚定 意气风发 与当初的相遇时的小鬼 判若两人 他都可以成为一个 可靠的男人了 此时 书王也在内心向母妃道歉 因为自己选择了 与母妃希望的 是截然相反的路 因为自己背后有了他 拼死也要保护的人 第二天 护送队已经上路 楚西河在马车里十分惆怅 他要离开这里了 还真是舍不得呀 他也感谢书王此次护送 以后 他一定解草闲环有求必 话还没说完 就被书王打断了 书王表示自己 只答应护送他 可没答应别的 楚西河开始装柔弱 问他能忍心看着自己 扬入虎口吗 书王反讽他不是自由自在的阴吗 还怕这个 楚西河这时却说 自己只是一只柔弱带宰的小羊羔 书王无奈地看着不要脸的楚西河 边端起茶边问他 接下来的形势不乐观 他打算如何应对 楚西河却两手脱腮卖蒙地问书王 有什么想法 书王觉得 这是他们国家的事 自己不方便出手 楚西河明说 书王应下自己的请求 也是别有用心的 不过他觉得 书王的别有用心 也好过别人送自己回去的安全 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的二哥 别有用心 一直虎视单单皇位 但他没想到 二哥会如此暴力 对自己的父兄下狠手 自己此次回国 虽然无心全是 但自己是敌次子 只要他平安回去 自己大哥的就不会 鼎力支持自己的 书王也希望 这次他们的期望都不会落空 小云在院子捂着剑 突然一块石头向他袭来 他惊呼是谁 严生拿着石头 喊了句丫头 小云摘下一个樱桃 塞进嘴里尝试下 结果发现 这樱桃很酸 严生吐槽 他不挑一下再吃 小云解释自己 见这樱桃长得大吗 所以就想尝试下 严生一边摘着樱桃 一边庆幸 若不是自己随常将军回京汇报 还不知道离开的日子里 发生了这么多事 他问小云 是不是和赤殿国质子 相熟至此 随手就吃下一颗樱桃 他吐槽书王 就因为那人以性命相托 就甘愿冒如此大的风险 帮那人 小云告诉他 这是没有这么单纯 之前他与书王商讨 针对太子的计策 一直没有好的时机行动 延生吐槽 这樱桃还真酸 小云觉得 若是在途中遇刺 便能给太子套上 通敌叛国迫害手足的 双重罪名 拉他下马 延生担心 这样的计划会出岔子 就叫他们 做好随机应变的能力 俩人摘满了樱桃 正准备回去 小云问他 要不再尝试一个樱桃 酸不酸 结果俩人 还是酸倒吐了出来 也不知道 常夫人怎么这么喜欢 吃这么酸的东西 随后 小云问黑衣侍卫 确定太子 是否动身除尘了 侍卫说是的 小云问他 在书王府中留了多少人 是否能确保他们的安全 侍卫表示 书王留了少部分人在府中 但都是精兵猛将 小云听得猛转过头 没想到 书王竟然把精锐兵 都留在自己身边 此时小云感动得无言以对 随手撩了下池塘的鱼 让人马上召集所有人手 收拾整顿 半个时辰后 出发支援书王 这次一定要太子不能翻身 他写好了信 便卷起来 给信哥记上 他对着阿六敦敦说 养鸽千日 用鸽一时 随后鸽子飞去 小云想着自己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 希望阿六敦能快些把信送到 还有点时间 他就想去抓个壮丁 随后推开门 喊着阎生 让他陪自己小云出去一趟 结果被前面的景象惊呆住了 阎生和长将军 悠哉地 躺着敷面膜 小云吐槽 他们竟然背着自己 偷偷敷面膜 长将军解释 这是他娘亲亲手为他磨的珍珠粉 自己在军营里待了一阵子 他娘亲正帮他们保养呢 小云看到爹爹如此熟练 不知道他瞒着自己 做了多少次了 长将军还说 小云如此可爱 肌肤吹弹可破 不需要敷面膜 小云生气地解释 这副面膜的法子 还是他交给娘亲的 他们怎么不戴上 自己一起玩 阎生尴尬地转过头 小云讽刺阎生 真是熟练呀 他突然靠近阎生 问他这几天 是不是在休假 阎生表示似的 随后 小云便拽着阎生出门逛逛 还对其爹娘说不打扰 他们的二人世界了 长夫人担心 他匆匆忙忙地出门 行李 没有收拾妥当 长将军却觉得 将军府的人 已一顶时 小云这姑娘 都能俯虎祥亡了 还怕他被欺负吗 长将军很自信地说 他早已训练到位 教夫人不必担心 长夫人觉得这样 就可放心了 随手拿起一颗樱桃 喂将军 将军吃完 直奔感动 表示夫人喂的樱桃 真是可口 其实心里想着 这樱桃酸得要死 可是是夫人喂的 再酸也要一颗不胜吃完 严生问小云 什么是这么急 小云说 太子去追杀书王他们了 要赶紧去支援他才行 后面的侍女突然跑来 拿着大大的包袱 过来给小云 他问侍女 怎么背着行李 侍女让他带上自己吧 表示自己能为他出一份力 将军府的人 一意敌食 请他相信自己 小云听得很无语 他叫侍女赶紧过来准备 要出发了 见他答应侍女 欣喜若狂 随后 小云拿出了手中的笛子吹响 三人一同前行出发了 坐在马车上的书王 表示 准备到边境了 自己只能送到这里 入了赤殿国后 楚西河就自求多福了 四日前 阿六敦送来的信件 上面写着 让他们放慢脚城 还不能这么快地过边关 书王让他放心 有人早已在关口 等候多时了 此时 后面的太子 看着他们的马车前行 他骂着书王废物 送个人都这么慢 让自己等那么久 便挥手示意 叫侍卫放出弓箭 只见弓箭射穿了 书王的马车 书王表示 他们终于来了 并嘱咐楚西河 先夺好 自己先冲出去迎战了 楚西河叮嘱书王分神时候 看看自己 自己真的不会舞 他拿着凳子 举着高高保护自己 书王把他护在身后 怒斥这群刺客 竟敢在境内 行刺赤殿国质子 带头刺客表示 他们准备命丧于此 书王奉劝他们 再替人卖命前先想想 自己的主人值不值得跟吧 后边刺客怀疑 他们被包围了 带头刺客却说 他们没有支援 而且上头 有令不留活口 得统统杀了 场面一度混乱 开始激烈地打斗 带头刺客嘲讽书王 只不过是废物 只会虚张声势罢了 下一秒 被后面的剑击倒 看到小云刚好赶过来支援 书王痴痴看着小云问他 怎么过来了 他说过来帮忙了 书王还看着他 两人痴情相望 早已忘了周边的危险 此时旁边楚希和让他们俩个 能不能不要轻轻握握 自己快要顶不住了 两人一同说道 准备过来帮忙了 场面一度混乱 严生还在激烈地打斗着 后面的侍女 却被吓得到处跑 他边跑边哭喊着 接着 他拿出流星锤边 哭着边把刺客打趴下 过会终于击败了全部刺杀者 只见侍女在旁 帮忙捆绑刺杀者们 书王表示 太子还不至于蠢笨致辞 小云问他 是不是抓到太子养的杀手 就能定太子的罪了 书王表示 太子应该还在附近观望 自己早已让暗卫前去搜寻了 此时 太子正躲开远处的树后偷看着 随后便走了骂着 刚刚的刺客 是一群废物 他不小心踩到了树枝 发出嘎吱的声音 这声音被侍女听见了 随后一个铁锤刷的一下 从书王他们面前飞过 击中了太子 便击倒在地上 原来是侍女这老六扔出的铁锤 众人也是惊呆住了 侍女颤抖地说 自己只能帮小云到这了 其实 他自己早都被吓软了 楚西河觉得自己才被他吓软了 严生过来 询问他们 没受伤吗 楚西河表示受伤了 自己的精神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严生没想到 楚西河竟然不会舞 堂堂赤殿国皇子 竟单纯依靠身板 震慑旁人 楚西河表示自己是皇子了 还追求武力干嘛 追求自由的鹰 是不需要会舞的 有他在自己完全不必忧虑这些事 书王问他 能不能从刺客中 指认出赤殿国二皇的手下 他表示自己不能完全确定 但赤殿国杀手身上 都有特殊的纹身 用草药擦洗后 就会显现 书王让他将辨别方法写明 回宫后 随时保持联络 楚西河回答行 书王觉得得快些行动 一定要一击即中 过后了 回到宫内 侍卫上前向四皇子行了个礼 四皇子回了句 辛苦了 侍卫表示愿意为四皇子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四皇子让他把这些书信与账本 送去书王那 侍卫走后 四皇子冷冷地吐出一句 兄弟们 真是呵呵了 在皇家之中 从来只有手足相残 哪有什么称兄道弟 四皇子下着棋子 心想 废物和杂种 正好争个你死我活 小云回到家中 伸了个懒腰 感慨终于能回家洗澡了 真是神清气爽 他突然还发现 书王在外面坐着 书王告诉他 是常夫人留他用碗扇 实在不好拒绝 他问小云 不想留自己下来吗 小云一脸泛红地解释自己 才没有这么想 自己也希望他能留下来吃晚饭 他紧抓着自己的裙子 说自己只是 突然下人过来禀报 门外有个乞丐 要将此物承交给书王 书王一手拿过盒子 问这乞丐受谁指使吗 下人回答是一名 梅上有八的男人给了他 一两银子让他跑腿的 书王打开盒子 拿出里面的账本查看 小云还问他里面是什么东西 他表示 这是太子私养私兵的账本 还有太子私通别国的来往书信 小云心想着 这梅上有八的男人 应该是跟在太子身边的那个侍卫 之前在边关没抓住他 现在这么突然送来这么多证据 他这是临阵倒戈 背叛太子吗 书王却说 未必 若从未效忠何来的背叛之说 他的主子可能另有其人 小云问是谁 书王觉得 清禾公主已经远嫁 小皇叔应该没理由插手其中 小云还心想 不是太子的人 也不是安王的人 还回想起 当年小皇叔找他 说起一些故事 最后再想 狐狸到底是谁 回想起当年拿着血染手帕的他 想着这次会是他吗 书王表示 是谁都不重要 这些东西 都是让太子翻不了身的证据 既然送这些东西过来 暂且是盟友 小云问书王 陈大人也是他的人吗 书王表示不是 他在朝堂执事 亲政连结皇帝 都信任他 太子之前种种行为 已经让父皇失望至极 这次一定能让父皇彻底死心 书王突然问小云 刚刚他打断之前 是想说什么话来着 小云支支吾吾的说没什么 书王深情地看着他 他羞得低下了头 小云告诉书王 自己以为他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他还在 这种感觉非常安心 他告诉书王 有他在自己身边 真是太好了 书王听得一脸愣住 不知道表达什么 这时小云说 饿死了 叫他赶紧走去吃饭 书王还在心里偷笑 过后小云问严生 宫中怎么样了 有没有消息 只见严生喘着气 大口大口地喝着水 说着有的 他告诉小云 听公公说皇上大发雷霆 皇上斥责皇后 教子无方 令其禁足常乐公司过 废除太子储君之位 小云觉得 皇上此举虽然狠心 但终究留了大皇子一命 皇上对他 还是有父子情怀的 可皇上对纪书王不一样 严生说 将军留在府中休养 皇上派别的武将前去督战 俩人坐着闲聊 端午临近 皇上体恤常将军 让他多休息一下 还让他休养一年 严生感觉不太合理 小云觉得这 确实不是体恤 实际上另有企图 严生想不通 皇上为何如此做 这样会影响将士们的士气 小云问严生 还记得在话超 有条不成文的规矩 皇室为了防止武将握兵权 再成外妻 所以定了武将之女不可为后 当初小云和书王止婚 就是为了用他牵制着书王 让他无法参与夺敌之政 如今太子被废除 书王深得皇上青睐 严生觉得 现在是贤妃掌管后宫 应该是四皇子 一面更大吧 小云却觉得 皇上虽然想给书王夺敌资格 可是止婚已成定局 皇上此次行为 应该是想通过削弱爹的兵权 来敲打书王 让他主动奏请退婚 这样将军府也许会受到 更严重的打压 严生表示 不用担心 长将军征战沙场 战无不胜 一定不会让书王低头的 小云叹气说道 朝堂与战场不一样 刀剑五眼的沙场 可比这明争暗斗的朝堂清明多了 只不过是个开端罢了 此时 太妃问书王 护送赤殿国质子回国的途中 是否遇刺了 他表示自己 没有受伤 他问太妃娘娘 近日可住的书星 这时 侍女过来传话 小厨房的鱼翅羹 已经做好了 现在端过来用膳 太妃给他熬了补汤 让其好好休养 书王谢过太妃的好意 太妃表示 这次太子被废除了 书王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 文臣之首的莫无秋 心悦于他 可他却说 自己早已跟长将军之女指婚 太妃表示 眼下情景 指婚怕是已经不成了 太妃表示自己 也乏累了 便回去休息了 身边的侍女突然看着他 书王疑惑地看着 似乎发现了什么 看着桌上鱼翅羹碗 磨开碗 发现了信条 打开信条发现 他们终于要对自己下手了吗 莫无秋给太后按摩着 太后想让莫无秋日日陪伴 莫无秋表示自己能伴着太后左右 是她的荣幸 太后夸她 乖巧懂事 日后真是舍不得她出嫁 突然莫无秋伤心看着 跪在太后面前 太后问她 这是怎么了 莫无秋表示自己 也想常伴太后身边 若是能做了书王王妃 将来自己就能继续孝敬太后的 太后娘娘表示 书王已经订婚了 莫无秋表示 书王对自己有救命之恩 自己也心悦于她 此生她一直听爹爹安排 从不曾为自己求过什么 还希望太后能给她一个机会 成全她 太后觉得 书王各方面都不错 可惜配了个将门之女 可这婚事已经定下很难改了 但是太后尽量给她争取机会 这时严生敲着小云房门 只见她坐在走廊吃着西瓜 问她有什么事 严生一同坐下 表示自己也没什么事 只是过来告诉她一声 自己准备要回军营 小云问她 怎么这么着急 不是和她爹一起走吗 严生表示 长将军要在府中休息 自己只是个小卒 想要出人头地 就不能偷懒 如今国内战乱 自己想快点强大起来 而且回去了 还能帮助将军 盯着军营里的情况 小云让严生小心点 现在的武将 是皇上指派的 他说自己会小心的 绝不会独自硬抗的 五日后 就是太后寿辰宴 他叮嘱她 也小心点 这次可别兴奋地到处乱跑 小云吐槽 他别拿小时候的事说了 而且他还把自己的西瓜都吃完了 寿辰宴上 小云坐着观赏表演 刚好太后娘娘坐在对面 一直看着她 旁边的皇上问她 这次的寿宴的安排 可还满意 太后表示 皇上有心了 突然她问五皇子的未婚妻 是否在这 皇上见状 直接把小云叫上来 她心想着 怎么好端端地突然叫自己 长夫人告诉小云 就按她的话照做即可 小云走到殿中 向两人行礼并自报家门 太后让她抬起头看看 她抬起头 太后夸小云模样 瞧着 倒是个好的 只见太后眼神突然变得犀利 表示 可惜她年纪上小 正是心性好玩的时候 整日在府中五刀弄枪 日后也是要出去闯荡的 而书王 已经到娶妻的年纪了 身边还没有个 知冷知热的般配女子 太后觉得 丞相家的千金末无秋年 长小云两岁 贤良淑德 惠至蓝星 是做王妃的不二人选 旁边的书王听得也是无语 书王表示自己和小云有婚约在身 太后却说 莫无秋不计较 她为正妃 必能做到相夫轿子 而小云作为侧妃 也更轻松自在些 太后还转头问皇上 自己的言议如何 皇上陷入沉思 过后她表示 太后所言甚好 可谓是两全其美 此时小云有话要说 方才太后与皇上当着他们面谈及另立王妃之事 却自始至终不曾问过他们的意愿 十五年前 皇上赐婚武殿下 尚且年幼 她也还在摇篮之中 确实没有过问的必要 此时皇上露出不悦的表情 突然长将军走过来 为小云求情 表示自己叫子无方 冲撞了陛下 还请陛下恕罪 淑王也上前求情 表示小云只是性格率真 并未对皇上有不敬之意 恳求皇上莫怪 小云跪在地上 看着爹爹和淑王 皇上说罢了 不与一个小丫头计较 她问长将军 刚刚太后的提议如何 只见长将军跪下 表示自己是一介草莽 参军后 信得师父言传身教 众人官臣们 议论纷纷 长将军表示 其夫人是她此生唯一所爱 小云是她的夫人 拼上性命 才产下的孩子 是她一直 放在心肩上腾着的 旁边的长夫人 听得一脸感动 长将军挽起头发 表示自己愿为朝廷百姓 戎马一生 献出自己伤痕累累的身躯 即使将来战死沙场 也无怨无悔 他喊着自己长家的女子 绝不作妾 众人官臣们 指责长将军 怎可如此贬低自己 当众宽衣成何体统 有人议论 长将军 想用一身晶晶战功 为女儿铺路 后面的小云 看着爹很感动 皇上表示 长将军虽出身低微 在军营这些年 倒是锤炼的八面玲珑 能年善道 巧舌如簧 还交出一个好女儿 小云还问书王的意见如何 而皇上也直接问 书王如何选择 书王表示 他此生非小云不娶 小云听得一脸感动 旁边的墨无秋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皇上还问他 是否明白自己 需要取舍的是什么吗 书王表示自己明白 他自小看长将军 与夫人抗力情深 便决心与小云相守终生 眼里再容不下别人 还望其父皇成全 此时 皇上和太后听着 不知道要说什么 太后只好表示 此事暂且接过 他累了 就先回宫休息 说完便随即离开了 贤妃吩咐身后宫女 今天的事 务必传遍大街小巷 人人皆知 江夫人安抚着长将军 此时小云刚好走过 长将军刚想要喊他 江夫人却拦着他 表示孩子的事 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 他在前面走着 后面的书王 一直喊着他走慢险 小云表示 爹爹为这个国家出生入死 立下汉马功劳 自己是将门之女 却在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面前 像一块任人宰割的鱼肉 后面的墨乌秋 喊着武殿下请留步 两人一同看着他 小云生气地说 你们聊吧 随后解开了马 骑上马就走了 想着明明说好 要做他的利任 如今却成了他最大的绊脚石 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墨乌秋问书王为何不答应 这婚事要是能定下 便不是问题 他才是对书王最有利的 书王回头对他说 方才在寿宴上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与小云是青梅竹马 将军府早已是他的归处 他还期望能与他举案齐梅 连之共众 墨乌秋表示 书王当初遇到是他 书王让他不要执迷不悟 还希望他另选家序 说完便起码离开了 书王和小云两人 起码前后追赶着 小云表示自己太自以为是了 还给他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后面的书王一直喊着小云 他回头看到 书王问他怎么跟来了 两人坐在草地上 书王问他是不是在生气 小云却说 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书王听得愣住了 他不该在寿宴上顶撞皇上 把事情推到不可挽留的地步 书王还以为他气冲冲地离开 是在生自己的闷气呢 今日他的言行 在众人眼中是大逆不道 但自己是欢喜的 书王告诉小云 当初年幼之时 皇上把小云许配给自己 他是怨恨的 那时候他 已经失去了娘亲两年有余 母妃告诉他 他们母子 是本不该存在的 他也都隐忍照做了 可最终除了一个书王的名号 其他都没有 现在 自己不能自暴自弃 那时候他觉得 小云的存在阻碍了他的前路 现在回想起来 简直是荒唐的念头 那日他夜前将军府 见到了尚且虚弱的他 他掐着他的脖子 可是他见到书王就笑了 他不该下手的 小云不应该成为 全世之争的牺牲品 只是没想到 日后将军府 却是能让自己感受到温暖的地方 那时候的朝夕相对 一开始 只是把小云当妹妹腾着 想着有朝一日 定要父皇收回成命 可后来慢慢发现 自己喜欢上了他 不再希望 他们之间 只是短暂的关系 不想日后分道扬镳 现在他很感谢父皇 为他们指婚 自己的确不该在父皇面前 焚舟破釜 这会让父皇彻底放弃他 可书王不想让小云 再受一丝委屈 小云有点感动 喊他别说了 书王表示 太子之位 总是有办法去争的 但是小云 是他不容之会的余生招募 两人坐在湖边亲吻起来 此时烟花盛开得刚刚好 吻完后 小云则被自己 不太符合大家闺秀的标准 即便皇家看不上他 但他依旧是战无不胜的 长将军的女儿 书王表示 这是自然的 小云不认为自己 没有那些特质 就是敌人一等了 他慢慢对书王 表达自己的情感 希望此生 他都能对自己好 即使自己 可能会变成他的阻碍 日后 无论能否在夺敌中取胜 都希望书王与他招募相伴 守他百岁 小云问他是否愿意 书王痴情地看着他 表示自己从未想过 与别人有将来 今生愿与小云招募目云 共度一生 只愿与他青丝白发 两人在花下亲吻相拥着 回来路上 书王问他 是不是没吃什么东西 并叫下人去买些点心吃吃 此时小云脸泛红 想着今晚该不会发生什么 激情事吧 他痴情地看着书王 书王对他说 你是我的不容置会的余生招募 听得小云脑子发热 捂住耳朵不敢再听 想着他说话实在太肉麻了 书王还问他怎么了 一直看着小云泛红的脸 两人一同在凉亭闲聊 他叮嘱小云好生歇息 万事有他 小云安心地说了句 谢谢 两人吃起了点心 小云拿起一块给书王试试 书王吃下他胃的点心 他痴情地看着书王吃下去 书王夸赞点心不错 改日再去试试这家店其他糕点 小云心里偷笑 他在哪学的这些东西 这么会照顾人 随后书王问他 怎么不好奇 莫无秋跟他说了什么 小云表示自己一点都不好奇 因为自己知道 书王绝对会拒绝他的 突然他气汹汹地说 这莫无秋肯定是求了太后 让太后帮他说好话 来插手书王的婚事 书王表示 丞相是有意支持四皇子的 小云觉得 这事之后 莫无秋的处境应该不太好 这些名头既让人光荣 也身不由己 比起莫无秋 自己真的太幸运了 他感谢书王今天能来找自己 书王说 就算自己有些事帮不上忙 哄一哄他 还是能做到的 将军府是自己能感到温暖的地方 原以为太妃只是一心 想让自己上位 以解他曾败于太后的恨 小云问他 怎么突然提起太妃 是他做了什么吗 书王告诉他 太妃只是把他当作 任他摆布的傀儡 一开始 命人往府上送食物中下毒 小云十分生气 他没想到 太妃竟然下毒 他问书王有没有察觉到 书王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并没有吃那些东西 太妃身边的丫鬟 是之前找他庇护的人 是他给的消息 才知道太妃这样做的 小云还问这人可靠吗 会不会是挑拨离间书王跟太妃的关系 那人自称是郑太妃 以前的丫鬟的妹妹 她的姐姐 为郑太妃办事 事后却惨遭郑太妃毒手 如今 她也怕成为弃子 就找上书王庇护 她还给书王 看了姐姐的小巷 夏河和脖梗处 各有一颗痣 书王表示 她以前确实见不她的家姐 回想起小时候 那位丫鬟家姐 经常负责太妃 和小殿下的餐食 小云喊住书王 书王说得太入神了 她确实让人去咽了 那碗补汤 的确下了药 那要寻常人是配不出来的 连续吃到一定时日 就会卧床不起 小云想着 怎么安慰她 可是这种事 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书王表示自己没事的 现在说出来 舒服多了 小云觉得 今天发生了太多事 就让书王早点回去 好好歇歇 后院的荷花 近日开得格外多 明日就给她做油炸 荷花试试 书王表示 巧手以待 这时 身后的侍卫说道 当年为郑太妃看诊的彭玉依 在宫中失火 不久 其府上也遭遇大火 这很明显 是想掩盖的迹象 侍卫还打听到 有一个毁容残疾乞丐 每逢佳节便会来此 驻留片刻再离去 侍卫表示 却有歧视 说完便告退了 说王回想起小时候 自己和母亲的生活 原来自己的母亲 一直被下药 才导致精神失常 做出的错事 还是自己亲手 为的糕点有问题 亲手害了母亲 小云正在练习弓箭 射中了六环 她想起自己前世的射击技术 真是分毫不剩 常将军还在夸自己的女儿 真是有她的犯 小云笑嘻嘻调侃太后 不是说她 日后 会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吗 将军无奈表示 交了那么久 也该去陪陪夫人了 挥手就离开了 小云叹气说道 果然最好嗑的 还是父母爱情 自己就是个意外 这一瞬间 小云觉得很难过 书王来见自己之前 肯定偷偷哭过 她放下弓箭 飞奔过去抱住她 小云觉得她此刻 肯定需要这个拥抱 两人紧紧相拥了很久 书王感谢她 小云问书王 是不是调查有进展了 她回答 是关于自己母妃的 她看着她 若有所思 内心有点触动 书王和小云 说了事情的经过 小云不知该怎么说 让年幼的孩子 亲手给母亲喂毒药 怎样的蛇蟹心肠 才能做出这种事 书王低下头 表示现在还不能和正太妃挑明 欲言又止的 跟小云说了 抱歉 小云握紧书王的手 表示不是她的错 她并没有做错任何事 只是想给母妃好吃的东西 而她的母妃 也一定不希望 她因此自责 书王想起了自己的母妃 感慨小时候 和母妃在一起的日子 真的很幸福 想着她便流下了眼泪 小云搂住书王的脖子 让她把正太妃的 事先搁置一阵 不必逼着自己冷静 她趴在她的肩上 抽气着说好 与此同时 莫无秋被父亲扇了一巴掌 丞相问她 不想嫁给四皇子 那她想干什么 金安怀上次 已经在寿宴上表态 她还在痴心妄想 莫无秋告诉父亲 自己只是想嫁一个心仪的人 丞相叫她住口 告知她身为莫府千金 就应该承担责任 康和公主 为了两国和平 照样远嫁 莫无秋表示 宁愿自己不是丞相千金 如果要用一生去换 自己还不如死了 此时丞相大怒 大骂平时太骄纵她了 丞相让她不要不知好歹 就是要死 也要先成为四皇子妃 母亲看着莫无秋 她哭着说自己不要嫁 母亲劝告她 皇妃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嫁给四皇子 有什么不好的 而且 四皇子会提携她的弟弟 庇佑莫家 劝她 不要再一起用事了 爹娘都是为了她好 这边四皇子正在下棋 侍卫禀告她末世女子 刚被淑王拒绝 现在求去 会不会有损殿下颜面 四皇子叫侍卫慎严 不管怎么样 莫无秋都是丞相千金 书王做何言辞 都影响不到莫府的地位 此事正好给了自己拉拢人心的机会 此时求亲 可以缓解莫世尴尬 二来也可以让朝中的局势明朗 侍卫承认自己妄议 请四皇子恕罪 侍卫再次禀告 边关传来密报 辩国动荡加剧 估计要起战士了 四皇子突然停下手上的动作 吩咐侍卫找人盯紧局势 若战乱起 即刻回报 许久过后 小云去莫府参加赏花会 她掀开帘子 感叹今天好热闹啊 转头询问书王 真的不参加赏花会了吗 书王告诉她 自己收到变国密报 需要再核实一下 她突然想起 清禾不会有什么事吧 早知道就自己来了 书王就不用把时间耽误在路上 她表示 不急于一时 是自己想送她来的 她凑近小云 承诺有消息会告诉她的 随后 小云和夫人一起进去 心想这些少年小姐 还真是无聊 想着书王都收到消息了 说明延生早就到边关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才能见到清禾 突然她看见 一男一女 鬼鬼祟祟的 好奇这丫头 领一个男的到后院干什么 她突然兴奋起来 觉得没什么好事 打算跟上去看看 刚抬脚要走 发现后面也有热闹 有人说 莫无秋没有家教 不实理说 她一直沉默 没有说话 还有人吐槽她 位高权重 让其别随意攀附 他们转头 看见小云 小云表示抱歉 扬言自己没忍住 让他们继续 两人却恼羞成目 问小云在笑什么 小云回答笑 刚才听到的话 毫无逻辑 问既然他们是来道贺的 为什么还嫌别人脸色难看呢 也许是他们说话不中听 才导致的 小云嘲讽他们 公然讽刺丞相千金 这便是他们的家教吗 女子被对得哑口无言 小云继续嘲讽他们 既然怕自己的好姐姐被误会 那为何要来道贺呢 女子咬牙切齿 威胁她不要多管闲事 小云表示自己的事 不用她操心 劝她别没事找事 这时 另一个女子 出来打圆场 表示自己妹妹不是有一丑莫小姐的 莫无秋突然开枪 无疑自己就要原谅她吗 况且 她也不像无疑的样子 此时 女子手中的茶水 故意泼向莫无秋 小云叫她小心 心想这两人没一个省油的灯 莫无秋用袖子挡住自己 但还是被泼了一身茶水 女子洋装抱歉 提醒莫无秋赶快去换衣服 旁边的妹妹嘲讽莫无秋 也不知道躲躲 莫无秋站起来 感慨自己 原来在别人眼中 是如此的可悲又可笑 她转头看向小云 难怪小云总是不欲 与自己多言 她对着众人说 若有人心仪四皇子 大可去向四皇子表明心意 莫要坏了大家赏花的性质 这时 丫鬟提醒她去更衣 让其跟自己离开 一位女子怒骂莫无秋 这么清高 还不是被书王弃之避袭 莫无秋停下脚步 与其争执 自己即便被书王拒绝 那也是争取后的结果 她还是丞相千金 自食该清高的 莫无秋警告两人 谨言慎行 莫要给家族抹黑才好 说完便走了 莫无秋走后 女子还在议论她 小云见状有些无语 内心却想 莫无秋是真的想通了 还是在强撑面子 她看着丫鬟的背影 很熟悉 像是带男子 进后院的那个 又想起女子 故意泼水 怕她有危险 便决定跟上去看看 这时 丫鬟把莫无秋 带到一个房间 表示自己在外面等她 她走进去 然后叹了口气 突然一只手 从她背后伸过来 外面一行人听到喊叫 女子故意说 是莫无秋的声音 让大家 跟随自己去查看 众人 都想去看热闹 就跟她走了 当女子打开房门 询问莫无秋 在不在里面 表示他们要进来了 突然有一个男子 搂住她 调戏着她 打算亲下去 女子在男子怀中挣扎 大叫快拖开她 此时 小云和莫无秋 在外面看着 小云吐槽他们 这种下作手段 都使得出来 莫无秋问小云 怎么知道 房内会有危险 小云告诉她 自己联想到的 内心却想 小说桥段看多了 她可是见过世面的 就在刚刚 小云跟上来 就看见丫鬟锁门 然后听见莫无秋 喊救命 按道他们 果然不干人事 她走到门外 丫鬟问她是谁 表示这里不关她的事 小云一棍子 把丫鬟打晕 吐槽 我是你大爷 一伙人一起 败坏一个小姑娘的明节 你们可真不要脸 她从丫鬟身上 拿到钥匙 开门进去 就看到莫无秋 坐在地上 要求男子不要过来 小云直接帮帮两棍子 把男子打倒在地上 莫无秋 哭得梨花带雨 小云伸手去扶她 莫无秋打了个阁 小云嘲笑 堂堂丞相千金 也有惊天 莫无秋致她不许笑 两人看着男子 打算先审审这个人 小云拿着棍子 让她老实交代 不然让她断子绝孙 这时 小云吐槽 那女子被野男人轻薄了 日后也不敢再 找莫无秋的麻烦了 莫无秋淡淡回了去知道了 就让小云先和自己离开 两人走在路上 沉默不语 两久之后 莫无秋开口 对她表示感谢 小云不可置信 莫无秋表示 今日多谢她的相助 但之前的种种 自己不会道歉的 莫无秋年幼时 自己觉得什么都有 可是后来发觉 不能失望的更多 她试着努力争取 言语愚蠢又何妨 她叹了口气 感慨自己现在认命了 她的一生 都将献给家族 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 即使她用尽法子 豁出颜面 也只是一场空罢了 她喊着小云 告诉她 她是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自由散漫 不学无术 书王既然愿意和她在一起 那她便也配不上自己 小云看着莫无秋 有点出神 这时有人叫了她的名字 两人一起转头 书王问小云 花言那么早就结束了吗 她表示 没什么意思 就提前离开了 莫无秋 向书王行了的礼 表示自己先行离开了 说完她高傲地转身离开了 书王看着小云 觉得她不太开心 询问她 没受人刁难吧 小云看着莫无秋离去的背影 突然觉得 她有些不一样了 莫无秋心比天刀 挣脱不了枷锁 也只能默默承受 小云握紧书王的手 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 她看向书王 约定他们 一定要白头到老 书王回应她 一定会的 几日过后 书王正在写助帖 小云捂住她的眼睛 让书王猜自己是谁 她也配合着她 小云问她在写什么 这么专注 她表示 再给四皇兄写助帖 这时 小云拿出一个石盒 表示 她最近精神欠佳 所以 给她配了的安神的茶方子 她自己喝了几天 觉得有效 所以就拿来给她试试 她还做了栗子酥 味道还是不错的 打算让她尝尝 书王深情地看着小云 情不自禁地 叫了她的名字 小云转头看着她 书王抱起她 表示让她费心了 自己一定按时赫 书王解释 刚才自己不是走人 而是在想她 写住铁石 不禁遐想 日后 她驾驭自己时 会是什么模样 她忍不住可怕 也在期待属于他们的婚礼 她把小云抱到桌子上 小云抱着她的脖子 两人情不自禁地拥吻 莫夫脸 莫夫人正在给莫无秋梳妆 她告诉莫无秋以后 就会体会到 他们的良苦用心 莫无秋让母亲不用说了 自己会做好该做的事 莫夫人让她到了那边 多吹吹枕边风 给自己弟弟谋个官职 莫无秋紧握双手 让母亲先出去 自己想一个人静静 莫无秋松开双手 拿起剪头 看着那条手帕 她不禁冷笑 然后把她剪断 她想起小时候 第一次见到书王 自己便喜欢上她了 长大后 她跑去求太后 太后答应 帮她争一争 而书王却说自己并非良人 让她另则家序 此时丫鬟告知她 及时到了 她转头叫了一下丫鬟 今天的她 美得不可方物 丫鬟表示自己 从小陪伴她长大 也很庆幸 能够陪伴她出嫁 莫无秋提醒丫鬟 要改口叫自己皇妃了 在外人面前 切勿施了礼数 丫鬟表示自己记住了 就这样 莫无秋穿着嫁衣 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地方 军营里 延生气喘吁吁地 回到军帐 她擦掉脸上的汗水 同僚见她 又弄得满身是伤 问她最近是怎么了 每天不要命的操练 新进的兵 谁都没她款 干嘛这么着急晋升呢 她问柱子 今天捉了多少变国逃兵 柱子回答 应该有三十个人吧 延生看着自己的手掌 嘴里嘀咕着 已经三十多人了 她便包扎手边想 不是军队管理散漫 就是战况过于凄惨 不然也不至于当逃兵 再这么下去 清禾肯定会有危险的 这时她听见别人在议论 变国的逃兵真没种 再打几天 能给他们送来一种棋的兵了 变国该不会打着打着 救亡国了吧 可惜了康和公主 真是红颜薄命 延生听着这些 握紧了拳头 延生很悲伤地想着公主 柱子提醒她的手流血了 让人快点上药 延生表示自己没事 问柱子林将军在不在 柱子回答 林将军去巡视了 延生打算去找林将军 要让他派快马去给 常叔叔报信才行 常将军进宫 求见皇上 他给皇上行了个礼 皇上问他 有什么事 他禀告皇上 林将军快马来信 变国内乱加剧 已有几十人越境 皇上问他 是不是想回边关领兵 他之前说 少有归家 自己便允了他长假 难道还是自己体恤错了 将军向皇上行礼 表示自己惶恐 皇上叹了口气 表示知道将军一片担心 此事日后在意 皇上说四皇子成亲之后 稳重了很多 正好他来了 那就说一下 淑王和小云的婚事 男子成家立业 五皇子也该成家了 皇上问常将军意下如何 他回答自己 没有意见 皇上让将军回去 给小云请个先生 好好学学归解 免得做了王妃 还与经四座 皇上叫住四皇子 问他知道变国的战乱吗 他表示自己不知道 这就去查验一番 小云和书王在玩石头剪刀布 他开心地呼喊 书王又输了 他也开心地大笑 他让他不要动 自己要看看 画哪里 小云表示 就到这把 他的脸上已经画不下了 书王告诉他 若是想玩 就再来几轮 小云解释自己真的不生气 皇上责备他 与经四座 他听着挺顺耳的 书王夸赞小云 被教得很好 只是天威不容冒犯 他的言语才显得适当 他用手帕帮他擦脸 让他只管做好自己 其余的都交给他就好 小云表示 自己不会让他为难的 在皇上面前 自己装乖巧就好 这时蒙面侍卫上报 变国的调查 有新结果了 原太子触怒荣言被废位 变国皇帝一并不起 其余皇子正在夺敌 小云心想 这些太子 一个两个的 还能不能行了 也不知道 清禾怎么样了 书王问侍卫 康和公主可有消息 侍卫回答 还没有确切消息 但是听说 太子被废 和子嗣有关 小云震惊 这理由 还能再离谱点吗 侍卫上报 还有一批人 也在变国暗叹 书王觉得 应该是四皇子的人 让他继续去打探 公主的消息 小云怀疑 他们至今没有生子 也许是公主拒绝 和太子原防 书王解释 不是清禾的原因 小云觉得 这非太子的说辞 也太敷衍了 书王则表示 身宫之内 能传出来的 都是托词 小云想着 这倒也是 从来没有人 关心过书王的身世 在世人眼里 他也不过是个 不受宠的皇子罢了 书王安慰小云 不必太担心清禾 宫中的人 不敢对他怎么样的 可小云总有种 不祥的预感 父亲回禀皇上的时候 四皇子也在身侧 他一定会好好利用 这件事的 第二天下朝之后 皇上问四皇子 朝上所义之事 作何感想 他回答 出兵是为了公主与百姓 并无不妥之处 皇上觉得 兵马粮草 都是百姓公养 如不能取胜 便是平白牺牲 四皇子觉得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并表示 良欲依告知他 父皇近日免前 他愿为其分幽领兵出征 皇上问他 怎么见到良御医了 是有什么不适吗 他解释是 莫无秋有喜了 皇上觉得 既然如此 他也不必出征了 四皇子表示 是男两全 孩子会为他骄傲的 皇上不同意 安排淑王和长将军 一起出征 四皇子只好遵旨 听到这些的小皇叔 笑了笑 他告诉淑王明日 就会随军出征 若是能在遇而归 朝堂上又是一番新的局面 书王泼了他冷水 表示 亦将功成万古枯 军功也不是那么好挣的 让他有话直说 小皇叔表示 此行诸多变数 他们都知晓 但只要能救回清禾 自己便助他登上太子之位 四皇子追求稳妥 才把这笼络自己的好机会 让给书王 他答应书王 只要把清禾带回来 就帮他扳倒四皇子 书王有些无语 便问小皇叔 在他眼中 将他们置于河地 清禾不仅是公主 还是他的妹妹 小云的挚友 皇叔将他视作掌上明珠 未曾想过 我们也把他视若珍宝 小皇叔尴尬地笑了笑 自嘲自己多虑了 有他们是清禾之心 书王表示自己 也有事求小皇叔 想请他替自己 照看将军府一二 小皇叔答应了他 顺便助他一帆风顺 他回里表示感谢 便离开了 小皇叔看着他笑了笑 小云在门口等书王 见他出来 高兴地抱住了他 随后问他 小皇叔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要和他们结盟 书王告诉小云 自己要出征 皇叔以太子位为条件 换自己就出清禾 但被自己婉拒了 他吐槽小皇叔 着实多心了 他们怎么会用清禾的安危 去换取利益呢 他低下头想着也还好 至少还有人惦念他 书王看着小云 温柔地叫了他 他转头看向他 询问他怎么了 书王叮嘱小云 自己就要出远门了 他不在的时间 他不能想着别人 他硬喝知道了 当下不就是在约会吗 两人一起聚逛集市 小云买了一个香囊 他拿了一个胭脂 给书王闻 书王做了一个他的女友 他恼怒地追着书王跑 书王带着他来到牧乡小院 小云疑惑 书王怎么想起 带自己来这里 书王表示自己有东西给他看 他有点期待 询问是什么 随后看见一个很漂亮的鞦韆 书王解释 近日自己派人新天制的 不知道合不合他的心意 小云站上去荡起来 问他为什么突然给自己做鞦韆 书王表示 以后出了将军府 可以经常来小院做做 两人对视两久 小云表示自己很喜欢 接着深思起来 他一直要求自己通情达理 审时夺势 可谈恋爱就是两个人一起 花时间做些看似无聊的小事 小云一直叫着书王的名字 书王也配合地一直回答他 今天加国大事就先放一遍 此刻他只属于我一个人 小云扑进书王的怀里 他紧紧抱住他 小云再一次叫了他的名字 告诉他还没离开自己 就已经开始想念了 他小鸟一人地躺在他的怀里 觉得他们还没有分别过那么长的时间 自己想再抱一会 小云担心书王出征的时候 他就要把头发挽起来了 书王让小云帮自己竖发 晚霞的余晖落在两人身上 分外好看 小云正在帮他梳头发 想着他第一次竖发 既然是为了出征 这次出征若是能够凯旋 争处的筹码便增加一份 可战场瞬息万变 随时能要人性命 何况四皇子必然会有所动作 书王让小云放心 自己出征时一定会顾全己身 不让他忧心 自己还没娶到他 怎么甘心身死战场呢 小云叫他别乱动 头发都要竖歪了 而后露出悲伤的表情 嘴里嘟囔着 自己知道了 自己会等他凯旋的 小云帮书王梳好头发 然后用手搂住他的脖子 风度翩翩 气宇不凡 纪公子意下如何呀 他夸赞很好看 他凑近他的耳朵 调戏他如此俊俏 不如与本姑娘私奔如何 书王刷了一下脸红 让小云别这样 他则贴得更近了 书王一把拉住他 突然将他按在桌子上 深情地看着他 小云瞪大了眼睛 脸红了起来 书王俯身贴住他 告诉他 自己后悔了 应该在太后受验之后 就娶他进门的 小云嘲笑书王 也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呀 他伸手抱着他的脖子 叮嘱他要早点回来 别让自己等太久 书王稳了下去 小云深情地回应他 之后靠着他的肩膀 胆叹果然 秋天的菊花茶更好喝 书王表示他 若是喜欢的话 以后自己就多被嫌 小云打算回去 把安神茶装进香囊里 方便他出征时带着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啊 等他走的时候 会是什么节气呢 书王猜可能是立冬前后 他们要翻阅几个冬天 才会相见 他让小云把手伸出来 他不知道 书王要做什么 但还是乖乖 把手伸出来了 书王给了他一个同心配 这是自己找了匠人 专门打造的 他们将要分别很久 现在有了同心配 就可以替他 陪在他身边了 小云看着他 眼角有泪水滑过 他让书王帮自己带上 他帮他带上 他却止不住眼里的泪水 担心战场上刀剑无眼 要求他一定要回来 书王问他怎么哭了 抬手帮他擦拭泪水 并向他保证 不管多久 都会排除万难回来见他 小云抓住书王的手 肯定地回答他 与此同时 侍卫和四皇子汇报 东西都准备好了 四皇子问他人 处理干净了吗 侍卫让他放心 已经斩草除根了 四皇子夸赞他 做得很好 并问死事 也安排好了 侍卫回答 誓死完成殿下的任务 四皇子让他 不必令戏人手 先取得信任 再搅乱战局 届时 叔叔王战死 长盛护主不利 变国一战输赢不论 储君之位 既见分晓 侍卫回答定 不如使命 还请他保重身体 静后加音 四皇子表示 他跟了自己十九年 此行艰险 他可以派别人去的 侍卫表示自己 永远忠于四皇子 愿为他赴汤蹈火 四皇子表示 这次任务之后 他就不必再做暗卫了 让其好生休养一阵 这时 门外的丫鬟听到这些 紧张地捂住了嘴 另一边士兵 上报长将军 将士们已在城门外静候 将军表示自己 与家人说 两句话就来 将军抱住夫人 让夫人安寝 带自己凯旋 夫人叮嘱他 万事小心 小云让书王 记得答应自己的话 他与爹爹 到时必然是各自领兵 让他凡事多留心 书王表示 昨夜说的 自己都记住了 让他放心 小云让书王 别当自己是诸葛孔明 他拿出一个香囊给他 解释 这是去庙里求的 据说很灵验 书王紧紧拽在手上 表示自己不在的时候 他可以调遣他的人 又贴近他的耳朵说 若是想念自己了 可以去木箱小院坐坐 童心佩记得贴身带着 小云摸着书王的胸口 表示他在军中一定很忙 但别忘了 偶尔传封信回来 将军和夫人咳嗽一声 叫书王殿下该出发了 将军嘱咐小云 让他替自己照顾好娘亲 他让爹爹放心吧 祝他们骑开得胜 将军和书王骑马出发了 小云和夫人目送他们离开 这时候天空下起了雪 小云抬头看着天空 今年的初雪来了 也不知道他们回来的时候 会是什么节气 娘亲叫他进去了 他回头说好 小云正要进去 突然有人叫住了他 他疑惑是谁 丫鬟向小云请安 表示皇妃命 他给长小姐捎个口信 丫鬟提醒小云军中暗潮汹涌 当心父辈受敌 小云小莫无丘的意思是 军中不干净 丫鬟表示他家皇妃 上次欠的人情还清了 自此两不向欠 丫鬟走后 小云唤出御风 让他快马追上书王 告诉王爷小院 闲谈成真了 小云找上小皇叔 说要跟他谈合作 让他扶持书王上位 小皇叔表示于他而言 谁上位并不重要 就算这天下拱手让人 与自己也没有关系 他希望 不管是为了国家 还是清和 都请他不要格安关火 小皇叔觉得这个国家 害死了他姐姐 而后又送自己的掌上明珠 去和亲 小皇叔反问他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 不想看他亲父 小云解释 害死公主的 不是这个国家 而是妄图用和亲 来换取和平的低俗风气 自古以来 人们总是细和平于 一个无辜女子身上 可好景长不过百年 短不过数月 最终只有 克死他乡一种结果 死后魂不可归故里 如果皇叔愿意扶持 书王上位的话 一定不会再重蹈覆辙 小云举起手力室 约定百年之内 夜朝不会再有和亲一说 小皇叔震惊 瞪大眼睛看着他 他继续说着 日后若不履行莫言 必受急刑而死 小皇叔调侃他 日后要让夜朝 面目一心啊 他向他行了礼 表示面目一心谈不上 但自己想与书王一起 拔除一些庸居 未来能让女子 挣脱家国协制 小皇叔打开扇子 表示自己拭目以待 小皇叔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想起了自己的阿简 觉得清禾不会 再不他们后尘了 小云来到牧香小院 坐着秋千 陷入了沉思 前世在书上看到 家国情怀的诗 自己很喜欢 现在却只觉着心酸 他想起了书王走的前一天晚上 两人躺在草地上 自己希望他和爹爹平安 毫发无伤地回来 他紧紧牵住他的手 让他放心 自己肯定会保护脸蛋不受伤 他恼他破坏气氛 自己在认真煽情 小云警告书王 要是脸上受伤 就不让他出门了 他突然站起来 表示四皇子 会不会派人到军中 四季对书王下手 书王觉得 在军中刺杀自己并不容易 普通士兵 很难进得他的身 他则很担心 四皇子不可能作弊上官 刺杀的方法 实在太多了 他将他搂在怀中 告诉他 不能因为前路未知就退缩 自己会多加小心的 他想和他一起出征 待在身边才能安心些 他则调皮地表示 自己这张脸 不会有事的 他想着 今年出雪 没能和书王一起煮茶 希望他快点回来 不然一个人做秋千 太无聊了 长将军和书王到达军营 延伸和他们打招呼 长将军表示 他们辛苦了 请林将军详细说说战况 他与殿下先熟悉一下军情 林将军解释 延伸已经从逃兵口中 打探到了变国的情报 找到了突破口 让他给咱们讲讲 延伸拿出地图 与他们解说 变国一守难攻 关道只两条 书王疑惑 既然关道只有两条 那就说明 还有别的路可走 延伸解释一个逃兵 告诉自己 有一条私自开发的山路 长将军表示 逃兵的一面之词 有待考证 书王则表示 可以听听延伸的思路 他们可以兵分两路 一路先骑袭 就寒山关 获得补给 破城后 向北突击 打通最短运输线 帮主力军攻破长水关 长将军假设逃兵说谎 这招就行不通了 书王觉得可以再分一路 做两手准备 众人都觉得可行 晚上延伸来给书王送饭 让书王先吃点东西 别把身体搞坏了 书王表示感谢 让延伸私底下 不用叫他殿下 延伸难以置信 皇帝既然真的派他来随军 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 书王表示 长将军这么多年 都是如此过来的 他递给延伸一个香囊 说这是小云准备的 延伸惊讶这丫头 现在都会配这些了 以前东西坏了 都是自己奉的 他反应过来 让书王先说正式要紧 他问书王真的 要带兵正面进攻吗 这一路吃力不讨好 必是要多伤亡的 书王觉得自己绿主军北上 军中将士肯定不服 这样反而会影响士气 自己又不是军中人 要军功有何用 书王觉得 延伸在这样磨蹭 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当上将军 延伸猜想书王 是想把军功让给自己 书王建议 他与林将军一起的时候趁机拉孔他 毕竟武将的势力 也是不可小觑的 延伸表示自己明白了 此时延伸与柱子在烤火 柱子告诉他 自己想晋升拿俸禄 以后好买房娶媳妇 他好奇延伸那么迫切 是为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 接着说自己父亲以前 是长将军的副将 自己只是想继承父亲的衣钵 从来都没有想过成家 直到遇见他 自己才有了想法 柱子询问他 是不是有了心仪的姑娘 他回答是的 自己有了想要保护的人 一个自己不当上将军 就配不上的人 与此同时 丫鬟提醒清 和夜间雾虫 雾在露台久留 他表示自己知道了 另一边柱子询问 那是什么样的姑娘呀 延伸回答 她是穷枝玉叶的闺秀 就是天上的人 自己想去接她 来人间看看 延伸让柱子吃完了 就早些睡 明天还要赶路呢 深夜士兵突然大喊 原来是敌方进军营偷袭了 蒙面人让手下 把尸体身上的衣服扒干净 然后丢远些 此时 书王正在给小云写信 士兵给他端来一壶茶 士兵夸赞他的茶真香 和铺子里的都不一样 他解释是 特地调配过的方子 自然和铺子里不同 书王心想 小云给自己准备的茶 自己一直在喝 这样下去的话 还没开战就喝完了 前些日子 自己把一个香囊给延伸了 如今倒是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留着自己喝了 边关气候 比金钟寒冷许多 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 可以观赏 长河落日元之景 今晚的月亮也很明亮 书王觉得 小云此刻应该已经睡下了 金钟繁华 却也单调 书王知道 小云总会腻的 自己在边关一切都好 但是很想他 第二天书王把信 交给信使 让他务必送到 长小姐手上 这边小云收到了 书王的信 对信使表示感谢 此时 阎生带的大部队 被困在山里 柱子问他 什么时候能出山 他们的粮食不多了 阎生猜测再走几日 就能看见寒山关了 柱子眼睛都亮了 那是不是说明自己 可以在屋里睡觉了 这时林将军 过来取笑柱子 他天天跟在阎生后面 这么崇拜阎生呀 柱子觉得 跟着阎生净声快 他骄傲地表示 等打完这场仗 自己就有钱盖房子了 等他娶媳妇那天 会请大家来喝喜酒 接着调侃 阎生一定能配得上 天上的仙女 阎生被说得有点脸红 时间回到几个月前的变国 清禾问太子 自己还要举多久 手都要累死了 太子让他放下来 他看着太子 提醒他 一直对女子的眉眼 避而不见 日子久了会不会忘记了 太子停住手中的笔 表示 若是有一日 自己真的记不清了 他便去皇权府里寻他 清禾有些说不出话 定定地看着他 太子转身 自己想去问问 午膳怎么还没送来 被禁足 也不至于饿死吧 清禾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叹了口气 真是造化弄人 回想大婚当天 太子挑开他的盖头 问他是不是叫纪清禾 他看着太子有些无语 太子让他把头冠取下来 然后就快些休息吧 太子告诉他 这里没有外人 匕首可以放下来了 两人躺在床上 清禾询问太子的心上人 是不是岳飞娘娘 太子回答是的 她是公布尚书的嫡次女 一个温柔咸静的女子 是自己的母后 生前为自己选的太子妃 她比公主大几岁 但是与谁都聊得来 清禾表示自己不该问的 太子没有放在心上 地后不合已久 当年先皇后病重 太子远出寻要 岳飞为先皇后事急 皇帝才第一次见到岳飞 便不顾皇后和朝臣的反对 强行封他为妃 当太子回来时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被困于高墙之内 清禾坐起来 表示事已至此 他还放不下吗 太子笑了笑 反问清禾自己 能够放下言声吗 他刷得一下 脸红起来 原来太子都知道 太子声称 两人同病相连 日后还请多担待了 之后的某天清禾从宫里回来 开心地向太子跑去 太子问他 是不是又跑去找月儿完了 他开心地回答是啊 并告诉太子 岳飞把扇子送给了自己 太子叹气 自己每每去见岳飞 他都要问起清禾 他感觉自己 都要失宠了 清禾用扇子遮住脸 开心地说 因为他们聊得来吗 太子很羡慕 他可以频繁去找月儿 清禾好奇地问太子 是不是又在作画 他凑过去看了一眼 便看出 画的是广月 即使自己和岳飞的身姿相仿 但是岳飞的风姿 无人能敌 太子无奈 他到底从哪里学来的怪词 清禾戳了戳太子 凑过去告诉他 后日王上要去山上祈福 这次不带月儿 到时候 自己可以帮他完成上次的事 丫鬟看见这一幕 羡慕两人可真恩爱 不久后 王宫里 王上正在摔东西 怒骂太子是逆子 不仅与妃子私通 如今还给自己赐死之人扶桑 王上被气得咳出了血 太子却幸灾乐祸地笑了笑 此时清禾摸着扇子 心想死去的岳飞 会不会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 一起在黄泉等太子 与此同时 军营里 侍卫给淑王拿药过来 他问侍卫两次救自己的性命 想要什么奖赏吗 侍卫先是感谢 随后表明自己 只是想战胜后 衣锦还乡 书王问侍卫 叫什么名字 家中可有妻女 侍卫说自己叫二牛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绝户一个 书王低下头 沉思了一会儿 让他跟在自己身边 回朝后 再帮他向皇上请恩 侍卫走后 书王疑惑严生和林将军 怎么还没到 难道是出什么意外了 另一边 严生正指挥士兵 先灭了山匪 山匪嘲讽 他是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也敢垂涎自己的地盘 林将军冲到前面 表示严生年纪上小 还是自己来取他的性命 严生骂山匪是老匹夫 休想伤害自己的老大 便一刀过去 砍下山匪的头颅 大喊所有贼人助手 缴械不杀 山匪群起激愤 喊着严生杀了老大 让他给老大陪葬 严生一个人挡住刀剑 见他们冥顽不灵 于是继续厮杀 这时 一个铁锤向他砸来 他震惊地转头 是继续的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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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